来,你 好,我关了 我们说最近20年 特别是79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在探寻中国的今后的发展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发展改革开放的道路的时候 都是伴随着对过去的历史的一个新的认识 这个过程在进行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举一个简单意思 或者是简言之 如果一切79年以前 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么改革开放毫无必要 没有任何必要 就像今天的我们北朝鲜的那个金正日主席 他绝对不可能提改革开放 因为在他的理解中 金主席他的父亲领导下的 伟大的1945年到1993年的伟大的历史 那是完美不缺的 所以不可能存在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 对以前历史的认识 它一定是和我们今后的发展相联系的 所以呢 最近这几十年来 将近三十年来 在对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认识方面 有几种主要的看法 那么我在上这本课之前呢 先简单的 非常恶要的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就是党中央的看法 党中央的看法 1981年我们知道 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 通过了一个建国以来 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决议 同学们听过吧 这是第二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呢 是1945年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之前 定下的一个决议 那是为了确定毛泽东主席的 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地位而定的 那么今天的1981年这个决议呢 是要统一全党对1949到1979 这一段历史的认识 为改革开放 创造一个好的 一个思想的一个前提了 那么那一次1981年的讨论呢 是在4000位党的高级干部中间进行的 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 那么这个决议呢 我想同学们可能你们在中学的时候 也听老师提过 这个决议当然有一两万字 它的核心的基本的看法是 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1949年到1956年 这个阶段呢 是建设社会主义啊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时期 那么有学者呢 也写过书 他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呢 叫做凯歌行进的时期 这是一些学者根据历史 历史决议啊把它理解为啊 叫做曲折中的发展啊 第一在中国的这个建设啊 的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挫折和曲折 但是呢 同时还是有发展的 所以说在曲折中的发展啊 这也是历史决议的那个基本精神 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1966年到1976年啊 这个阶段呢 比较清俗啊 叫做十年浩劫时期 十年浩劫啊 那么76年到78年 我们知道是当时的华国分时代 也就是两年的时期啊 那么这个时期呢 叫做徘徊的时期 在徘徊 没有跳出啊 左的那个圈子和框框啊 在徘徊 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从1979年年初 也就是78年12月的 共产党的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 这就叫做新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就是一般啊 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的划分 这也是你们的很多老师 或者叫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啊 上一些什么政治数字课 政治课的老师 他们大概都会按照这样想 那 那么 这是我首先讲的第一条 就是历史决议的一个一个划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遵守历史决议的啊 呃 党在历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啊 这党在很多方面都有高级领导人 在经济学方面 曾经有经济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在历史学方面 有历史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文学方面 有文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每一个领域啊 通常就是 因为都是我们过去都理解为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词汇 叫文学战线 历史战线 既然为之为战线 就要有司令官 对不对 就要有把门的人 看守的人 这很好理解 啊 那么长期以来在历史的这个战线上 啊 有有一位 啊 有人认为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有人认为呢 是思想僵硬的老同志 所以我把两种看法都告诉你们 啊 胡乔木同志 他是长期以来 是在历史 历史领域 当然他老人家不仅是历史领域 他是纵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 啊 他是这方面的总司令官 毛主席之下的司令官 啊 胡老先生呢 90年代初期才去世 啊 那么 他的看法 啊 基本上跟决议差不多 跟决议差不多 那 那和他在一起的 啊 所以他的副手的 也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是胡辰同志 同学们听没听过 胡辰啊 胡辰是 早几年去世 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啊 他是历史学方面 在胡乔木去世以后的啊 这个战线的负责人啊 那么胡辰同志呢 呃 他的 他到晚年 他的思想有很大变化 啊 一般他自己也认为 他在80年代思想还比较保守 到了90年代后期 啊 他有很多思考 他特别认为 他是受了邓小平以论的启发 所以他有思考 那么他把建国以后的历史呢 分成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一个叫前30年 一个叫后20年 前30年 概言之 就是毛时代 毛泽东主席的时代 1949到1979 实际上我们知道 啊 老人家在1976年就 就去世了 但是老人家的那个路 那个路线 建国的基本的路子 在79年 三中全会之前 一直是延续 所以 虽然毛主席是 建国以后27年去世 但是 他的全面影响 是到78年 三中全会 啊 所以胡胜同志 根据这个 呃 出发 啊 就是前30年 毛时代 后20年 邓小平同志 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新世纪 那么胡老人家呢 呃 他高度评价 邓小平的 后20年 对前30年 啊 提出了一些 有历史事实的批评 啊 他也做了肯定 但是他 啊 也做了比较多的批评 他更认为 啊 1979年以后 是一个 啊 是一个新 是一个就是 完全是一个 划时代的变化 划时代的变化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 叫做 建国以后的 新时期 怎么讲 叫尊义会议 尊义会议同学们 都耳出伦详了 啊 他说三中全会 是尊义会议 清时期的尊义会议 这是 胡审老先生的 看法 当然 胡老先生 呃 他的看法 呃 迅速的 受到了 啊 一些叫老左派 统治的批评 老左派 啊 我下面会提到 那 这是 刚才我先讲的 第一个 是我们历史决议的 看法 第二个是 胡审老先生的 看法 啊 胡老先生看法 应该是官方看法 啊 应该是比较 官方的看法 他的看法 已经和前面那个 胡 胡乔木统治 有差异了 有差异 啊 第三种看法 就是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看法 同学们可能也 这几年也都听过 这些词吧 知道什么叫老左派 老左派 一般是指 啊 传统意义上的 毛主义者 传统意义上的 啊 一般有人称之为 叫毛主义者 啊 或者叫传统 社会主义派 他们对社会主义 理解 基本上 是列宁 而不是 是斯大林 和毛泽东式的 啊 所以他们也叫 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派 但是 有人给他们一个定义 传统 社会主义派 他们不太接受 邓小平同志 对社会主义的解释 所以 一般称之为 他们是 有人甚至称 他们是 原教旨主义者 就革命的经典 原点 但这个原教旨 不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原教旨 不是的 是斯大林同志 和毛泽东同志的 教旨 啊 所以大家还要搞清楚 啊 如果 有人理解为 他是完全严格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 不对的 他是俄国式的 和中国式的 传统的 社会主义概念的 捍卫者 那么这些老先生 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 高度评价 前三十年 高度评价 以最好的词汇 评价 前三十年 相比之下 责赖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 后二十年 啊 那么这些老同志呢 基本上都是七十多岁以上的 七十多岁以上 啊 甚至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快一百岁的也有 啊 呃 情况很复杂 啊 里面的谱系 也比较多样性 啊 基本上 是 党的 过去的官员 或者是 啊 意识形态 领导部门的 啊 前官员 啊 他们的主体 就是老左派的主体 是官员 和特别是 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 前官员 这是老左 啊 也包括一些 啊 呃 一些高校的 呃 老师 年龄偏大的 七十岁六十多岁以上的老师 和已退休的 一些高校老师 啊 包括各级党校的 一些老师 啊 所以这是老左派的一个 基本群体 新左派呢 新左派 基本上是年轻人 啊 也不是年轻的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啊 跟那个 这个年轻和不年轻 是和老左派的 那个相比较的 啊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为什么叫新左派呢 啊 这里我们不能展开 这里面也非常复杂 普系啊 也是多样性 第一个 他们的理论背景 和理论支援 比老同志要多样性 要多样性 老同志刚才我讲的 基本上是 毛泽东主席说的 斯大林同志说的 金日成同志说的 基本上是这几个来源 啊 呃 新左派同志呢 多样性 他们呢 经常会援引一些 西方的 批判性的 吸引马克思主义的 一些学者的理论 新就新在这儿 啊 他们除了 呃 呃 援引 斯大林 列宁 马克思 还会援引 西方的 社会科学家的 一些理论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呃 老左派同志呢 基本上 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国内 很少 当然他们做官的时候 曾经出去访问过 这是有的 但是没有一个 长期在国外学习的经验 经历 新左派的许多人 在西方的高校里 学习过 啊 甚至拿过博士 学位 啊 这是新左派 那么新左派和老左派 基本看法 是有一致性的 这个一致性 就是 是全面的 肯定 前三十年 认为三十年是 啊 还有很多很多 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了 比较尖锐的批评 后二十年 啊 后二十年 那么 那么 甚至还有一个新左派 最近有一个新左派 啊 他认为八零年代 是 缺利 虎狼之道的 年代 虎狼之道 资本主义的虎狼之道 而今天呢 已经演换成 虎狼的世界 虎狼的世界 啊 比较极端的一个新左派 啊 这个 是一个文学性的 啊 这里我还提一下 新左派在学界 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啊 但是基本上 是 局限在 人文科学 人文学科里面 集中在 中文系多 不不 这里没有什么 好不好 不好的一个描述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中文系有些 我不是指甲 南大 南大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我们南大中文系 还真的还不知道 哪个是新左派 啊 标示性不明确 那标示 像北大啦 呃 上海一些学校 都能看出来的 因为 中文系里面有一个样 有一个专业 或者是一个专业研究方向 叫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 都是西方的新左派 所以久而久之 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啊 再一个呢 文学性啊 同学们你们可能不了解 文学是非常容易 使人走向反抗 和破坏 这个这个 现存秩序的 呃 这样一个方向的 这从我们中国的 现代的新文学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文学青年 到革命青年 这是一个基本路向 基本路向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多讲 因为文学诉诸情感 诉诸情感 那诉诸情感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特点 鲜明的一个特点 刚才我讲的 在人文内 集中在文化批评 这个专业比较多 在社会学领域 分布就比较宽了 主要在社会学 人类学 那等等 甚至包括啊 农村问题研究 等等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历史学这个领域 新左派相比较很少 找不到一个 今天我们在全国范围内 在历史学界 找不到一个 一个有鲜明的 新左色彩的历史学教授 这可能跟学科有关系 因为历史学特别强调四十 强调四十 有一些学科呢 它不太 它是超越四十的 对不对 它说我们是搞历史逻辑的 搞历史 历史的逻辑是要凌驾于四十之上的 等等 这不一样 所以新左和老左 在这个问题上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当然 新左里面有不同的 谱系 有什么后现代主义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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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主义 民粹主义 高调国家主义 民粹主义呢 我们也可以称它叫高调的 调子非常高的国家主义 高调国家主义 等等等等 很复杂 每个领域都有代表性人物 好的 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点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看法 第四点呢 我们讲就是一般的 80年代以后的知识界 我讲的一般的 一般的 知识界的一个相对的 也不是现在也不集中了 过去有相对集中 现在看法越来越分化 就是80年代以后 在多数知识界的 学者那儿 他们也有一个基本看法 那么我下面要讲一讲 那么这些看法呢 有人给他们贴个标签 有人 就是老左派 新左派 给他们贴个标签 称他们是 带有自由主义倾向 自由主义倾向的一种看法 他们认为呢 前三十年 是传统的 斯大林的 那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高度集中 的这一个 高度集中的 集权的 这个集权是集中的集 大家知道有两个集权 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学者甚至用 极端的集这个集权 我这里先不用这个词的 就是高度集中的 高度集权的 斯大林式的 当然以后有变化 就是毛主席 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东西是一致的 就是计划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体制 有人称之为 用列宁的话讲 就带有社会主义 兵营化的特征的 高度集中的体制 社会主义 兵营化 全国建立 成一个大军营 这是列宁老人家 也提过这个概念的 二十年代初期 那么他们认为 后二十年是什么呢 小平同志领导的 后二十年 是向世界主流文明回归 这是他们的解释 向世界主流文明回归 创造一种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 这样一种 现代化道路的 后二十年 我这里也是大概的了 概而言之了 其实都有很多分歧 那么这个 这个后二十年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特点 就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确立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确立 那么具体表现 后二十年的伟大 有哪些伟大之处呢 当然他们也看到 很多很多缺点和不足 但是一般都是 肯定进步 肯定最近二十年的进步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复苏 社会的复苏 社会 我不知道同学们 了解不了解这个概念 我们说 国家和社会 它是两个互相联系 也有差异的概念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时期 国家的力量笼罩一切 基本不存在社会 不存在社会 是国家笼罩一切 所以有人称之为 社会主义兵营化时代 那么后二十年 我们的社会开始扶苏 成长 成长 首先是市场 然后社会 然后人的逐渐的解放 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里面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社会的流动 开始有了 在前三十年的大多数时期 社会流动是停止的 同学们知道吧 社会流动是停止的 如果一个农村的同学 除非考上大学留在城市 他是永远不可以 当然还可以当兵 当兵可能大多数 还是要回到他的 那个村子里去 所以不能流动的 是有城乡二元结构 严格的区分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 我们城乡的这个 结构开始松动 开始打破 所以社会扶苏 人的解放 社会的流动 社会流动 再一个 社会观念 开始出现了多样性 过去是一元化的 一个 关联 就是 怎么 那个年代 经常有这样的话 胡乔木同志也说过 中国有十一亿人 或者是当时 十八亿人 九亿人 怎么可以有 那么多的思想 只能有一个思想 只能有一个思想 因为 人太多 思想乱的话 就会破坏国家的统一 等等 那是传统时代 都是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经典看法 那现在不一样 那么 而社会的这个 观念多样化 又朝着一个 比较尊重人的 自主性的方向发展 包括最近几年 胡锦涛主席提出来的 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 那都是和过去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刚 怎么可能以人为本呢 不可能的 所以有人称之为 说一个 带有自主性的公民社会 已经开始成长 带有社会自主性的公民社会 开始成长 虽然有很多缺点 那么和这个相联系的 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 也开始逐渐的扩大和发展 那么前三十年 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一个革命党 革命党 所以革命党的治国方式 这是有的学者 许多学者这样认为 革命党的治国方式是什么呢 基本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以群众运动作为 贯彻国家意志的 一个基本方法 那么对人的思想的 纯洁性 有特别高的要求 人的思想的 纯洁性 或者叫社会共同看法 有特别高的要求 那么这是前三十年 基本上是一个 有人认为是革命党 革命党的一个特点 后二十年呢 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向执政党转变 那么基本上是以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而不是以 人的思想存化为中心 所以前三十年 以阶级斗争 当然也进行国家建设 发展 但是同时是特别强调 人的思想存化 思想存化 那么后二十年呢 放弃群众运动 不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治理国家的 作为一种基本方法 什么叫基本方法 下面以后我们会讲 我们要开展一个建设 要进行一个工程 那么我们应该搞群众运动 怎么搞呢 首先要向群众宣传 进行这一个伟大建设的意义 然后我们要发现一些敌人 发现错误思想 通过对敌人的批判 和错误思想的批判 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 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中间去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生产 搞生产 大家理解吧 我们就是要修个大桥 不能平平安安修大桥的 大桥里面一定有坏人的 肯定不是老的敌人 就是新的敌人 新老敌人一起抓 这是长期以来的 就是用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方式 进行生产的一个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 所以很多老先生 又是老左派 他们非常熟悉这一套路子 非常熟悉 思维一跳就跳到这方面去 第一个 有坏人 第二 坏人很可能是什么人 什么等等等等 通过打击少数坏人 团结多数群众 然后把生产也搞上去了 把阶级斗争也搞上去了 革命生产两不复 这是当时的一个 革命生产两不复 抓出了敌人 敲也见好了 不是很好吗 等等 后20年 小平同志不搞了 这个东西基本放弃 不用了 所以 后20年 就是加快建议 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不同的看法很多 我只是给大家拎一下子 拎一下子 主流的看法 老左派同志的看法 新左派的看法 一般是世界的看法 那么下面我就要开始讲这门课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今天第一讲 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第一讲 刚才前面讲的算概论 或者叫序论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啊 新中国是共产党创建 这是事实 这完全是历史事实 是中共创建新中国 创建 对 当然 和过去国民党中国比 那是新中国 那么这里长 很长的一些东西 我就不能多讲 我想这个 有六个最重要的方面 我们来理解 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以及 它对以后的 建国以后的历史的 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就是49年 它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一切 深刻的影响到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 就那一年发生的事 当然我今天不去讲那一年到底发生了多少事 讲不完的 我想讲几个最重要方面 第一个 我们知道 我讲第一个特点 这个新中国的天下 是中国共产党打下来的 打下来的 我们知道 1949年政权更迭 政权更迭 这个政权更迭 我们20世纪历史上 有几次政权更迭 第一个 辛亥革命的那个政权更迭 辛亥革命的政权更迭 是不是一个长期武装斗争呢 应该讲不是 虽然孙中山在19世纪 1895年以后 就开始搞一些小规模的武装起义 但是始终是局部的 临散的 根本不构成对 清王朝政府的决定性的军事威胁 对不对 所以 1912年的中华民国的建议 政权变革 也是有军事斗争 但是这个军事斗争 只是武昌起义以后的 几个月 规模不大 有没有血流成河呢 没有 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应该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 政权转移 没有血流成河 有没有啊 有没有我们就是 汉处光复了以后 对满人大开杀戒 没有 我看那个年代的 我们的中国人啊 还不简单 还真不简单 水平真的很高 他们居然知道了包容和互相妥协 你们想一想 对不对 完全可以把清朝的王公杀他个三百五百的 可以不可以啊 各地都可以杀 但没有啊 那次转移 应该讲是军事性的 但是他规模很小 规模很小 以后还通过了优待清师条令 我们知道府衣是到1924年才给军玉强从那个赶出来 从故宫里赶出来的 就是国人还是有相当的包容性 所以有的时候看啊 人啊 不是说随着这个有汽车电车什么 这些现代化就会长长进的 人有的时候一百多年不一定长进 甚至会倒退的 一百年前的我们的国人 水平相当高 相当高 一百年不到快了 一九一一年的这个辛亥革命快一百年了 第二次政权更迭 是什么呢 第二次政权更迭是一九二七年 二七年 这个二七年的这个政权更迭 实际上它是在二七到二八年 一年差不多有一年才完成的 那也是有武装斗争 长期的武装 就蒋介石和格鲁军阀的斗争战争 但是也没有搞到特别大规模 以后是二七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他收拾格鲁军阀在一九三零年发生过一些大规模的战争 那一次中华民国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号在南宁建立的 是有军事方面的这个背景的 第三次是四九年 四九年这一次是大规模的军事斗争 是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的胜利方获得了全国政权 对不对 大规模的 所以天下是打下来的 是打下来的 这个我想同学们应该理解 打下来的和不打下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态度 方法 都不一样 是不是 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们讲共产党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 22年的艰苦的武装斗争 这个斗争就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是要夺权 夺取政权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毛主席那个时候28年29年都是写的了 都是直接了当的 推翻国民党政权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就是要拿下中国 拿下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用自己的一套理念来改造中国 是不是 天下是打下来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我们知道 他有白区斗争和苏区斗争这两块 这两块 但是 在整个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间 苏区的根据地的斗争始终占主导地位 白区的斗争是附属的 是附属的 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次要 但是它是绝对是从属于苏区的斗争的 那么这一点对49年以后的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 决定性影响 大家理解吧 比如说 这位是红军 老红军干部 那个是个地下党干部 两个的那个革命的含量就完全不一样 都是干革命 大家理解吧 老红军干部就是一栋小楼 地下党干部很可能打成右派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这个是就天下是打下来的 白区斗争 虽然重要 但事实上是附属的 是附属的 这是我刚才讲的武装性军事性 那么建国以后呢 我刚才讲为什么是有支配性的影响呢 我们的各路的军 军政大员 基本上不是全部 但是95%以上 甚至百分之百 都是有军队背景的干部 做各地的书记 各地的独府大员 独府大员 大家理解吧 中央局书记 山东省委书记 都是军队干部 转业到地方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 很少有白区的同志 能都当一面 担任一个省的省委书记的 几乎没有 做副手都有 做副手都有 但做副手的多数以后 都被打成烦恼分子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最轻最轻的是军队干部 这是和 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军队的贡献最大 开疆脱土 打下天下靠他们 所以革命成功以后 那么他们当然 被赋予更大的责任 第二点 革命的主体是农民 主体 建国初期 在49年的时候 建国初 中央组织部 曾经做过调查 当时全党的绝大多数 79%以上 都是农民出身 甚至素材要高 文盲率 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那这没有关系的 不识字 识识 大家懂不懂 农村老大爷 老太太 不一定认识字 但是懂事 就可以 所以这是革命的主体 主体 是受过党的教育的 农民同志 农民同志 这个对49年以后的历史 有决定性的影响 决定性的影响 党的最高级的干部 虽然有农民背景的 但是他们的 一般他们都有比较高的文化 党的中下级干部 多数是农民 农民 甚至是 文化不多 参军以后才扫盲 建国初才扫盲 各地的县委书记 建国初的县委书记 有过统计 许多同志是半文盲 半文盲 甚至一些地委书记 是半文盲 但是 他们是政治上可靠 对不对 这些同志 基本上都是 37年38年 抗战以后参加革命的 抗战干部 农民 是受过党的教育的 经过教育的 革命的农民 是 干部的主要构成部分 我讲的干部是 领导干部的 主要构成部分 这是他第二个特点 我们休息了 应该休息了 休息 好 好 继续 马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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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理解民本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民本就是要为人民 要保护人民 要爱护人民 但是呢 是我来爱护他 我来爱护他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概念 民本清官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许多老同志 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 县委书记啊 地委书记啊 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 深入基层啊 同甘共苦啊 看到困难时期群中没粮食吃 自己也会难过的流下眼泪啊 真的是 我们有很多老同志是这样 有的人当然不是这样的 有的老同志 所谓老同志像林彪了 江青了 这些老同志他们无所谓的 那真的是无所谓 因为中国这么大 死点人算什么事 这是有历史史料的 他们对这些事情 他们无所谓的 但是多数的老同志 是有所谓的 是有所谓 难过 自责 内疚都有的 所以 这是一个好的方面 能连续群众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由于知识 知识相对比较窄一点 当然影响到他们的视野 影响到视野 当然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所以他们特别不能容忍所谓知识分子的翘尾巴 比较起来 对知识分子的缺点 看得更多一些 更重一些 更重一些 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有功之臣 革命的有功之臣 这都是和这个 刚才我讲的这个背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第二点是 革命的主体 是农民 第三点呢 就是 我们的建国 是有理论准备和历史背景的 理论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 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早就知道的 早就想好的 毛泽东主席早就想好的 经过长期的教育 广大的党的领导干部也都知道 就是打下天下以后 不是 拿下天下就可以 要按照自己的那个理念 来改造中国的 这一点 和了北洋军阀一样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 比如说袁世凯 拿下中国以后 当然他也有个想法 要复国强兵 但这个复国强兵 光绪帝 刺洗开后 也要复国强兵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这是拿下权力 就可以了 复国强兵 大致按照这个路子来 重用一些技术专家 这是大致的路子 对社会 没有太多太多的 一个要改造社会的蓝图 你们听没听过 袁世凯 段祺瑞 有一个要改造中国社会的蓝图 怎么样建立基层组织 对人民进行某种教育 没有的 他没有 他认为这些东西无所谓 无所谓的 让社会自然的发展 但是他就有一个 就复国强兵 就可以了 第二个 巩固自己的权位 这是关键的 其他都无所谓 蒋介石呢 国民党呢 是有理念的 和北洋军阀相比 是有理念的 他的理念呢 就是三民主义 要按照三民主义 建设中国 他也做了这样的努力 至于成败得时呢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事实证明的是失败了 那么 中国共产党 他的这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基本理论 当然 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列宁的国家学说 列宁的国家学说 列宁国家学说是什么呢 就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北洋军阀咋不砸呢 北洋军阀对前清的 实际上是全盘照收 然后换个名字 换个名称就可以了 蒋介石时代 对北洋的那个国家机器 砸不砸呢 不砸的 去部改造 换几个人就可以了 把部长什么换换就可以了 这是和49年的革命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 1949年是革命 是革命 是翻天覆地的革命 它是一个对旧的国家机器 旧的社会秩序 经济秩序 文化秩序的彻底改变 彻底改变 而这个蓝图是什么呢 是列宁的 苏联的经验 斯大林的一个基本经验 第二个呢 我刚才讲有历史背景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从20年代后期 一直到49年的 长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 那个治国模式 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 进行一些补充和发展 所以有理念 要按照自己的理念 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是和过去的政权 跟谍 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第几点呢 第三点 第几点 第三点吧 第四点 还有一个最 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 有一个革命的领袖 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 那么这个是在二十世纪 中国的几次 那个跟谍中谍 没有过的 孙中山也没有达到 这种至高无上 蒋介石也没有达到 至高无上 袁世凯也没有至高无上 没有这个至高无上 毛主席的领导权威 是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 所以 这些 都是 在我看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有支配性的 决定性的影响 好了 这是我先讲的这个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我们要讲中央政府的建立 中央政府 1949年我们知道 开了一个政协会议 简称新政协 新政协 因为我们知道 重新谈判以后啊 共产党国民党 和当时的其他的党派 有过一次政协会议 这次政协会议呢 是第二次 所以简称新政协 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 联合其他民主党派 开的一个 有关建国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民主党派 那么这个民主党派主要是两家 一家呢 是中国民主同盟 一家呢 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 这个时期的 应该讲 这个政协是完全做到了 一个 应该讲是尊重民主党派 共同建国 共同建国 今天有史料证明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斯大林 这个也对中国共产党 做过一些指示 1947年12月 毛泽东主席 曾经和斯大林 进行电报交谈 电报来往 毛泽东主席曾经提过 就是 当我们革命胜利以后 我们准备把这些民主党派 全部一脚登开 我们要完全建立一个 那这没什么 这可以理解吗 刚才我已经讲了 天下是谁打下的 共产党打下的 当然他们帮了忙 帮忙 在旁边也帮了很多忙 反奖了 爱国了 民主运动了 帮忙 但是天下是 共产党打下来的 打下来以后 胜利的果实 别人也得想来摘吗 这很好笑 当时有很多人 简直很好笑 莫名其妙 今天看他们头脑都不灵光的 包括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这个建国初 从香港北上 他认为他是一肚子才学 新中国却他不可 准备当外交官的 谁知道他毫无革命资力 毫无革命功劳 那一大堆老红军还没安排呢 怎么安排你呢 大家理解吧 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脱脑尽水 这没办法 后来当然国家 新国家对他还是欢迎的 安排他到 相当于中国建设这个杂志 中国建设是英文版的 介绍新中国的 世纪的一个英文版杂志 向国外宣传新中国 让他在那儿做英文编辑 因为他外文好嘛 但是这个和金先生的这个抱负 相距很远 最后 当时叫扎梁庸 扎先生就回到 回香港去了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满肚子才学 哎呀 清高的不得了 我觉得现在是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了 是的 是有机会的 你当一个新建设的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就是你施展才华的一个很好的岗位吧 想当大使 那是对不起 没有这个机会的 不可能的 这可以理解的 今天所以学历史会使人明智的 当时扎先生历史还可能不够 可能不够 所以这个斯大林给毛主席一个建议 是不可以的 你们要团结民主党派的 民主党派对你们革命反讲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大作用 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这里稍微提一下 1945年以后啊 1945年苏军解放东欧国家以后 东欧国家出现的那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呢 类似于中国49年的这个新民族主义的模式 就是政治上以共产党为中心 保持几个党派的联合的内阁 这是东欧模式啊 斯大林你们看这个人 他在苏联实行的是比较僵硬的政策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眼光的人 极有现实感的一个人 大政治家 所以东欧国家不能照搬苏联的 苏联自己讲 他们就是一党制 这是斯大林时代 赫鲁晓夫时代 布里尼尼夫时代 都是一样的 苏联只有一个党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 就是苏共 所以苏共和非党同志的联盟 这是他们的一般的这种政治表达 东欧国家不是的 东欧国家在反希特勒的斗争中 比如说波兰农民党啊 罗马利亚社会党啊 等等等等 革命成功了 你要拉着他们大家一起来 所以斯大林是要求他们一起来 东欧国家只有一个国家 是和苏联一样的 而是不听斯大林的 这就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 坚持是南共领盟 南共领导 其他一脚登开 一脚登开 这可以理解的 革命到一定阶段以后 就是一脚登开 初期不是的 这没有什么 这是革命的不同阶段 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 我举个例子 1975年 我们的南边的邻居 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 今天叫什么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为什么在1975年 之前叫越南民主共和国呢 就是南越还没有被北越解放 它的政策方面 它要低一点 低调一点 全部统一以后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就像我们北边的 这个东北的这个邻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至于它是不是民主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的名字还叫民主主义共和国 我相信它统一以后 它一定叫朝鲜社会主义共和国 都是这样 所以从名称上也反映了 罗马利亚以后也是改名的 在提奥塞斯库时代 把名字改成 原来是罗马利亚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名字一样 后来提奥塞斯库觉得这个档次太低 要升格 叫罗马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古巴情况是最特别的 古巴就叫古巴共和国 它没有在自己的名字上 做一个标示 因此 斯大林认为 要团结民主党派 一起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主席 那个时候还是虚怀弱骨 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 所以才有1949年的新政节 是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 共建新中国 那么这个联合 而且是有一个联合政府的样式 联合政府样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新中国成立的部为署 部啊 比如说外交部 署啊 当时叫情报署啊 新闻署啊 署啊 各种委员会 花侨委员会啊 所有这些国家机构里面 两个东西 是不能给民主党派染指的 这是明确的 哪两个部不能染指啊 三个部不能染指 三个部 其他所有部 都有民主党派做部长和副部长 甚至多数是做部长 第一个国防部 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 民主党派你再革命 也不能当国防部副部长 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公安部 人民民主专政的注实 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可以在里面的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部外交部 这三个部 是共产党绝对领导 其他部 可以由民主党派单人 所以 第一次政协会议以后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是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 还有几个副主席 朱德 刘少奇 高刚 李济生 张烂 张烂老先生是四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爱国老人 从辛亥革命以来 晚清以来都是一个进步老人 所以呢 新中国还给他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张副主席 张烂副主席 毛主席这时候对他们都非常客气 李贤下士 其他同志党内同志来看他的话 毛主席一般是不送到门口的 甚至不送的 所有民主党派来拜见他的时候 他都要送出去 送到门口的 就是非常礼貌 就是对民主党派 就是还是李贤下士吧 那么 成立了这个中央人民政府 而且通过了一个叫共同纲领 这样一个临时宪法 共同纲领 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的这样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治国的纲领 基本精神就是毛泽东的新民族主义 所谓新民族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政治上是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 但是同时是几个革命党派的联合专政 共产党领导 同时是几个革命党派的联合专政 经济上呢 是要建立国有经济 清除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经济和国民党的 这个四大家族的垄断经济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中国的私有经济 社会主义呢 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将来 因为大家理解根据我们传统定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就是全部取缔私有制 私有 这是过去传统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解 这是以苏联为样本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没有私有 那么共同纲领呢 这里提到的就是 这个社会主义还在一个相当遥远的将来 那么政治上是新民主义是政治 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文化上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 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 这里我就讲了中央政策的成立 下面我要讲地方政权的建立 地方政权的建立 我们知道这个大军解放 新政权都是伴随大军解放的过程中建立的 当时人们希望称一个叫大军 解放军大军解放 大军南下 所以今天人们在分析国民党 这个为什么失败崩溃 有很多很多看法 现在有一些学者 甚至认为提出一个看法 国民党的失败 最根本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 军事上的失败 过去我们一般理解为 就是失去民心啊 贪污腐败 对不对 大家都是这样看吗 是的 但是国民党在四五年以前啊 甚至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环都南京的时候 他的威望差不多还是在最高点 最高点啊 就是当时基本上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戴的 就是蒋介石的这个所谓最高领袖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还是得到全面拥戴的 很快 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 短短四年 从这个最高最高点迅速的滑落 那么是不是这个四五到四八四九 就老百姓已经对国民党是仇恨满腔了 现在有很多很多研究 当然由于国民党的这个很多政策是有严重问题 有严重问题 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环都南京以后 他在这个这个所谓接收啊 接收底产的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严重问题 或者严重的腐败 他通过避制改革 钞票兑换避制改革 把国统区的 人县区的很多人民的财产 收刮一空 使他严重的失去民性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更多的 因为我现在也见过很多一些 老学者老人等等 还看了很多材料 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 主要是仗不会打 仗啊失败 打仗失败 带动政治上的失败 和经济上的全面崩溃 打仗啊 打仗是最重要的 打仗失败 蒋介石这个人呢 应该讲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 但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 战略 大的战略感觉都差不多都对头的 对头的了 战略方面 他知道他的敌人是谁 他应该在哪个方面用力都对的 但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缺点 特别是在军事方面 他真的是有严重的问题 这里我不展开了 大概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越级指挥 越级指挥啊 他是一杆子能打 能指挥一个团 这怎么可以呢 以最高统帅这样一个权威来指挥到下面去 那下面就完全完蛋了 打仗不太会打 毛泽东主席好像也说过瑞士的话 说过这个瑞士的话 当然共产党其他方面 这个有很多很多优势方面的 所以这里 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 带动了其他的失败 所以他的整个崩溃是滚雪求势的 三大战役 最关键的战役 是哪个战役啊 不是辽省 应该是淮海战役 当然辽省战役特别特别重要了 非常非常重要 淮海战役失败 国民党就完了 蒋介石自己是已经知道 你们同学们 淮海战役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 所有的国民党的军警要害部门 开始转移 开始向台湾转移了 国民党的黄金向台湾转移 在这之前都没有的 淮海这个失败 你们知道长江根本不是天险了 长江是什么天险啊 长江这么窄 一下子就过来了 你们看看长江是不是太容易过来了 当然我们现在是要讲长江是天险不容易啊 怎么过来啊 这很容易的 几千年你们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 那个北边过来长江什么时候成为障碍的 有没有过 没有过 没有过的 当然是有问题 是比较难 但是说过来一天就过来了 没有什么的 主要是徐州这一块太重要 你们看啊 徐州 这个这一条太重要 所以完蛋了 从那个开始 国民党民心士气 总崩溃 总崩溃啊 淮海战役以后 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打 逃跑和投降 以逃跑和投降作为主旋律 当然 这个所以小平同志的功劳非常大 开国的功劳太大了 是不是 他是指挥两个野战军的 二野和三野最高指挥是邓小平同志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 立下了汉马功劳 不朽的功劳 所以以后 这个一野方面的 不是一野 四野方面的 林彪经常会夸战功 林彪也 他那个总是 强调自己是从那个东北 冰天雪地打到海南岛 那也是事实啊 是事实 很少办了中国 但是呢 他说呢 他就是和邓小平不负气 为什么呢 他以后就 因为小平同志啊 在六零年代 负责指导 毛选第四卷的 注释领导工作 还听懂啊 毛选第四卷 主要是解放战争 毛选第四卷里面有很多注释 这个注释 是不是随便哪个人写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 一野怎么写 二野怎么写 三野怎么写 当时毛泽东主席是委托总书记 邓小平同志 做注释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那林彪就 以后林彪的这个不满 在文革中才爆发出来 他就说 邓小平在注释工作中 夸大他的 他的功劳 贬低四眼 他们都很 军人都很看重自己的 过去的 这个战绩的 当然他们两个人功劳都一样的 都是都打 那么这个 淮海战役以后 基本上是横扫千军如卷气 军队到了那 到了哪儿 哪儿就建立政权 是不是 政权是在军队到了以后才能建立的 所以应该讲 我们到了1950年的10月 全国除了台湾全部解放 包括西藏 解放 事实上是49年年底 49年年底就全部解放 49年年底 50年年初啊 大军最后是到达云南 到昆明 蒋介石是我印象中是1949年12月 离开成都的 从成都坐飞机到 到台湾 那这是他最后的 就是最后一次在大陆 前几天这个凤凰卫视啊 资讯台 有一个节目 介绍蒋介石坐机的 那个坐机 专机的那个机长 叫伊夫恩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 伊夫的伊 夫必的夫 周来的恩 伊夫恩先生 是蒋介石几十年的坐机的机长 就是他 49年12月 带他从成都 开了这个飞机 跑台湾的 伊夫恩回忆说 居然蒋老先生 在机舱里还很沉稳 沉稳啊 大家理解吧 说到亡国之军啊 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一头创死的 他理解 你们不理解这个东西啊 这个江山都没有了 活还活得有什么意思啊 居然蒋介石 他这个人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啊 所谓不得了的人物 就是这个意志力的问题啊 大家理解意志力吧 四强 世界四强之一的 中国的最高领袖 前几年还是世界的蜂蜜人物 四九年就已经成了上家之犬 这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变化 太不得了 居然给他捅过来 这个人所以也是个人物 这个人物 你们想对不对啊 一般是什么 到了这个时候 一般都是什么 跳海而亡啊 任何人都能投墙 他和他的儿子不能投墙 他理解吧 蒋介石之下的 所有人都可以投墙 都可以在新政府中的一个官位 当然蒋先生如果投墙的话 毛泽西也会给他一个官位 但是那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所以可能死是最好的选择 死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个人居然给他还挺住了 还居然活到1975年 活到1975年 也是不得了 我在台湾多次看过 我去他的那个慈狐看过 都看过 怀念 他怀念故国 怀念故国 他的慈狐的那个 整个的地理地貌啊 非常像这个奉化 西口 他选择的场地都像西口 中正纪念堂 这几天台湾 你们知道发生了个事吧 要把中正纪念堂改成叫 民主公园 中正纪念堂呢 是台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大概是大陆的 去开会的访客 等等等等 一定会去 一定会去啊 其实这个灵堂不太好看 这我看不好看 像个发老王的一个 发老王啊 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也象征跟蒋介石那种呆板 呆板啊 但是他的这个面向是朝哪儿的呢 朝东 朝向大陆 整个建筑啊 不是我们坐南朝北 朝西啊 朝西啊 朝向大陆 朝向大陆 那么我们大军 所到之处 就建立各级临时性的政府机构 叫做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一点应该讲 1949年 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 应该讲是做的是特别的成功 特别的成功 啊 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 啊 而一路下来 社会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这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啊 东欧国家苏联十月革命都不是这样的 啊 这个应该讲是非常成功的 啊 随着军队到 建立军管会 啊 那么 到1950年 基本上 啊 就是全部都建立起来了 要全部建立 这个军管会建立 啊 由于还是暂时状态 虽然国民党已经逃跑了 但是社会还是有一点不稳了 还有残渣渔猎等等 其实残渔猎已经是相当少了 啊 他们的这个最高头子都是像 啊 仓皇出逃啊 啊 兵败如山倒啊 那些留在国内的反革命啊 早已没有斗志啊 大家可以想想吧 啊 没有什么斗志的 啊 1949年12月 毛泽东主席 就把全国 化为五大区域 五个区域 因为这时候还是军事时期 军事时期还没结束 啊 这五大区域呢 都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机构 五大区是哪五大区呢 就中国有五大块 东北一块 只有东北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 是由高刚负责 高岗负责 高岗之前是林彪负责 林彪率军南下以后 高岗成为东北的最高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所以有人称他是东北王 东北王 那么全国是五大行政区 第一块 东北 第二块 西北 西北就是彭德怀同志 是最高 最高领导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非常有意思的 也是很多人很费解的事 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过大典 没有通知彭德怀同志去参加 没有 是不是战事紧张到这个严重地步 不是 不是 所以其他同志基本都参加了 他没参加 当然也说他很忙了 要指挥大军进新疆 因为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革命的几十年的最高最高的一个荣誉 就是在建国的开国大典站在城楼上 大家理解吧 这是革命一辈子 49年开国 要在城楼上 但是彭同志不在 当然不通知彭同志 一定是有安排有考虑的 有安排有考虑的 那么西北市彭德怀 他的副手就是西中逊同志 西中逊 西中逊是年轻干部 当时是年轻干部 今天他的儿子在浙江做第一书记 西兰的最高领袖 是邓小平同志 虽然是邓小平 刘伯承 贺龙 这样一个排序 但是在西南的第一号人物 最高的 他版权的是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 这是毛主席安排得很好 他都安排了 那么小平同志 因为是代表党 他是中共西兰局第一书记 那么刘伯承同志 是西兰军政委员会主席 贺龙同志也给他一个证的 每个人都是证职 那贺龙是西兰军区司令员 但是统归小平同志领导 那这就是一个安排 西兰邓小平 华东呢 华东情况也是比较微妙 毛主席没有把权力交给一个人 是交给两个人 一个呢 就是陈毅同志 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相当于刘伯承 党的第一书记是饶术时 所以 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双风 两个三风 双风 哪个高一点呢 饶术时比陈毅高 这个时候 饶术时同志的 所谓同志的发言权 在党的地位 比陈毅高 所以整个华东这一带 华东非常重要 是和美奖斗争的第一线 华东包括哪些地区啊 同学们还知道 山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上海市 六省一市 中国最重要地区 最重要地区 六省一市 那么饶术时 是党的负责人 那么还有一块 是中南区 中南区也特别重要 中南区最高领导人 林彪 毛主席给他配一个副手 是邓紫辉同志 邓紫辉也是革命元老 林彪是第一号人物 但是在东南中南地区就干了一年就到北京去了 那么中南区呢 他的最先 他的所在地 是在湖北的武汉市 以后南迁到广州 中南管的六个省也非常多 从河南到两湖地区 两广地区 两湖 两广 兼河南 兼河南 他们的权限非常大 超过历史上的什么两广总督 两湖总督 大家理解吧 当个总督已经是不得了了 不得了 那是管四五个省 五六个省 这个情况呢 从四九年的十二月 到一九五一年的九月 开始改变了 毛主席随着我们国内局势的平稳 战争状态的结束 要收 收这个各路的这个权利 大家地方权力太大了 要收权了 收权呢 就是首先在名称上就改变 原先我们叫军政委员会 现在改名叫行政委员会 权力大大削弱 大大削弱 这很自然的 因为前一个时期 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 五一年以后 战争状态全部结束了 那么到了一九五一年年底 我们中国有二十八个省政府 二十八个省政府 一个自治区政府 这个自治区政府 就是瑞蒙古自治区 它是一九四七年就建立了 瑞蒙古自治区 瑞蒙古的负责人 就是党的蒙古族的一个老同志 叫乌兰夫 乌兰夫在八零年代后期 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叫云泽 云啊云彩的云 毛泽东的泽 云泽是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 所以他是蒙古出的第一号人物 这个乌兰夫领导瑞蒙古 当然他在北京做官 他在北京一直是做官的 但是瑞蒙古一直在他领导下 毛泽东主席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从四九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 时间很长 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 都是乌兰夫在内蒙古 那么全国当时有多少 多少县呢 有两千零八十七个县 二零八七个县 就建立了一个 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从中央垂直到基层的 这个行政结构建立了 县底下还有区和乡都建立了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时代也没有这样子的 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 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 曾经他有过回忆 有过谈话 他觉得在一九四五年 中共切大以后 他自己这样说了 他说犯过错误 犯过几个错误 他只讲了一个错误 他说其中一个错误 就是一九四九年 不应该集中兵力 先去打西兰 而是应该移施东南 先解决台湾 先解决台湾 他说西南那些国民党逃不了的 逃不了啊 西南那个口子一扎死 肯定逃不了 放一步 应该先解决东南问题 他说这是他犯过的一个战略性错误 他自己还解释 什么叫战略性错误 战略性错误就是知道了也改不了了 知道也没有办法了 当然这是毛泽东主席这样说 我想还是有 是不是当时就是再把小平同志的 二爷三爷全部集中到东南 就能解决台湾问题 可能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 第一没有空中力量 第二没有海上力量 但是也可以 康序大帝 平定台湾的时候 靠牧船不是也平过去了吗 真的也可以啊 我讲1949年 如果就像毛泽东主席讲的 不去到西南 西南我们知道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 逃到缅甸去了 往越南北方逃的 里迷部队金三角贩毒 就是国民党的一次残渣渔猎 逃到那边去的 那是50年 50年的春节逃过去的 1950年春节 春节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仗 一个小规模的部队打仗 在这之后就没有陈建制的部队了 我想1949年的下半年 没有海军力量 没有空军力量 国民党虽然是这个这个被打败了 但是他的空军和海军啊 还保留了相当的实力 相当实力 如果苏联不援手 可能光靠大船 我们的船过去行不行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多 50万只船一起飘过去 那也有可能的 因为人太多了 国民党比如说 三十四十个军舰 给他准备牺牲多少 但是还有50万 个船又飘过去了 这是我在想啊 但是你想 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说犯了错误呢 那就证明 可能靠船还是能胜利的 是不是 那国民党逃的 国民党没有抵抗 国民党没有抵抗 对啊 海南岛又有成功的办例 所以可能船还是有 是吗 好了 我再讲一点就下课啊 下面讲的下面的小问题 就是外交环境 新中国成立了 在成立之前 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有一个 新中国对外的一个总的 一个盘子 这个总盘子呢 是毛主席通过1949年 6月7月1号的一个重要的文章 任人民民主专政 向全世界宣告 就是新中国事情 对苏一边倒 对苏一边倒 这个到今天为止 还是国内外的史学家 外交史专家在研究的问题 就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 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 到今天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毛泽东主席呢 这个决定下了以后 很快就派了刘少奇和高刚 率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请示 这里要提一下 毛泽东主席是很不简单 他虽然一肚子对斯大林有意见 但是他在和斯大林 打交道的时候 是非常的尊敬 非常尊敬 他在党内会有很多 对斯大林的批评 但是在斯大林同志面前 他一直是以学生这个角色 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尊敬 经常写电报 写各种各样的电报 向斯大林同志请示 所以以后苏联人说 这是东方人的一种智慧 东方的智慧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 是什么意思 但是还是看了电报 还是非常尊敬 那么1949年的年 1949年年初呢 斯大林就派了一个 他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叫米高阳到中国来 米高阳到了西北坡 和毛泽东主席谈话 米高阳主要是带耳朵来听的 来听的 听毛主席谈事情 包括谈对新中国将来的 一个建国的设想等等 当然毛泽东主席 在和米高阳谈话中间 控诉了亡民机会主义 对他的迫害 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米高阳就听 他不表态 听 那么1949年的7月 刘少奇去了 刘少奇去了以后 更是做学生状 非常谦虚 当然刘少奇谦虚 可能是真的是谦虚 毛泽东主席的谦虚 是一种 不是说假的 就是 当时第一 需要 需要 大家理解吧 需要斯大林 第二个就是 这是革命的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一个姿态 这可能是这样 那么向斯大林请示什么问题呢 刘少奇去 当然刘少奇去 所有问题都是党中商量过的 第一个 建党建国的经验 包括要成立多少多少部 哪个部是干什么队 都要问得清清楚 因为搞不清楚 原来我实际上在根据地都很清楚了 但是呢 总是觉得自己在根据地啊 是农村啊 不了解世界眼光啊 要向老大哥学习啊 比如说 干部部应该怎么配备 中央怎么管干部 要不要建立花名册制度 多少多少 级以上的干部 就要有一个花名册啊 干部什么等等等等 事物巨系 向苏联的对口单位 一个个学习啊 苏共宣传部 苏共组织部 苏共这个部 那个部 包括工业部 农业部等等 啊 学习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试探 试探什么呢 试探斯大林对 毛主席 对中国共产党 要解放台湾的 这个看法和态度 刘少奇试探过几次以后 给这个这个 给斯大林啊 就打回去了 斯大林老奸巨化 他非常不愿意 因为中国共产党 要解放台湾 就和美国 把关系搞坏 今天档案 我们都看到 他用很敲批的话说 好啊 可以啊 我们可以派 苏联空军 给你们空头 几百个人下去 空头几百个 共产党同志 空头到台湾去 那么刘少奇 讲的是很具体 希望你是有 出军舰 出飞机 等等 他跟他绕 斯大林 绕来绕去的 绕开了 那么 应该讲这个 还是有成果 第一个 刘少奇去了以后呢 为毛泽东主席 访书 铺好路了 第二个呢 就是斯大林 在其他方面 经济和军工方面 还是比较慷慨 就同意 他带了一批专家 当时就跟了 刘少奇回国了 所以这批专家 主要集中在 中国东北 在新中国 陈地前夕 在东北 在安刚 就有大批的苏联专家 就跟到刘少奇 回来的苏联专家 就回来了 包括苏联派的铁路专家 帮助恢复东北铁路 和北方的一些铁路 那么 最重大的事件 是毛泽东主席 1949年12月 到苏联去访问 这次访问呢 历时两个多月 是毛主席这一辈子 毛泽东老人家 一辈子在国外待的时间 最长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一次 好像老人家多次谈到 他都不愉快 因为这个毛主席 是一国之尊的 但是斯大林看来 在他看来的话 他是世界之尊 所以他把毛主席 晾到那儿 晾到好多天 晾到那儿 所以毛泽东主席 很生气 把苏联人叫过来说 他在那儿没事 每天除了是 吃饭睡觉拉屎 这是他的话 他讲话很直接的 请苏共的同志 全文把这个意思 转给斯大林 他很不满意 斯大林是要 可能是要打击一下 毛泽东同志的 那个自尊心 或者自信心 先打一下 打一打傲气 可能是这样的 应该说 这次去 对他不太愉快 但是还是有成果 第一个成果 签订了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 这是苏联 做出保证 任何帝国主义 任何国外力量 敢于侵略中国 苏联就是一不用此 就要参加进来 这就使中国得到一个巨大的保护 新中国的安全系数定下来了 苏联人 当然我们不好说保护伞 这个词不好说了 但是事实上 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苏联人同意签这个东西 一开始还不太愿意签 谈来谈去 毛泽东主席是很 非常了不起啊 他去的时候 他老人家就带了一个人去 他知道跟斯大林谈判 是很艰难的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毛主席在党内是有巨大的 崇高的 说一不二的 伟大的权威 如果看到自己的 自己的同事 看到他受 斯大林同事的冷落 这是对他的老人家的威信 是巨大的伤害的 所以他带的是 这是事实啊 同学们 毛主席就带一个人 带陈伯达去的 带一个秘书 带一个翻译 施责做翻译 以后谈的 接触的差不多了 经过一些磨难和曲折 谈顺了 才叫周恩来带一个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的 初期只是毛和陈伯达 还有王家强参加代表团 不是一个 应该讲 毛泽东主席 应该带一大堆人去 没有 只带一个人 只带一个人 因为陈伯达 属于他个人的人 是他的秘书 是他的秘书 所以周恩来是 这个谈了中期以后 周恩来才去的 带了一帮的 就是什么李富春 外贸部长 这个部长 那个部长 一大堆都去了 后头谈的还不错 苏联给两亿美元贷款 两亿美元贷款 这个数字今天看很小 当时看还可以了 不错 还有呢 有一个后遗证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 一个事实上的 叫秘密的一个协定 这是不公开的 这是毛泽东主席以后 是非常不高兴 我觉得毛主席的这种不高兴 是非常对的 是什么呢 因为苏联人要求 中国的东北和新疆 不允许第三国人进去 这事实上是干涉中国内政 干涉中国内政 就是东三省 不准一个西方人去 新疆不准一个西方人去 你有什么权利来要求我 给哪个去 不给哪个去呢 这是苏联对中国的 一个大核主义 但是当时也认了 也认了 没办法 你需要他 需要他 那么还有几个签订了几个 签订了几个协议 签订中苏赫兹公司 赫兹公司 事实上都是苏联要在中国 这个夺取他的一些资源 等等等等 对中国权益呢 也是有损害的 有损害 但是在大局 要负从大局 这个大局就是中苏同盟 对新中国万般重要 万般重要 但是呢 最重要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斯大利不涉及 毛主席试探过的 试探过两个问题 一个外门谷问题 外门谷问题 毛主席是想争取外门谷回来 斯大利通过一些外交辞令 这个给他七绕八绕 他说 如果成立的话 那么就是意思你就内门谷就要回到外门谷去了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少一块 毛泽东本来意思是外门谷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斯大林一讲说 内门谷人民肯定是想到外门谷去 他们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所以这个呢 由于斯大林坚持 毛主席自己以后讲 斯大林坚持了 我也争取了 那没有办法 那也就没有办法 外门谷 没谈好 第二个台湾 没谈好 斯大林不愿意派空军和海军 来帮助我们解放台湾 有收获 但是也有遗憾 好的同学们 我们就下课了 喂 后面听到吧 后面 好同学们现在上课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一讲讲第一讲 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 我和同学们先谈到了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 形成的一些基本经验 那些基本经验 对新中国的发展 可能会起的决定性的影响 我记得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提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个成立呢 他在建国初期 是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 那么新民主主义呢 他是当时的一个 他决定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治体制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 在政治上 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在经济上呢 是保留私有经济 在文化上呢 是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的主旨就是 民主啊 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然后我们谈到这个 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成立 和地方政权的成立 在地方政权成立的过程中呢 形成过两种体制 一个是军政委员会 以后呢 改名叫行政委员会 行政委员会的设立呢 是标志着中央把地方的大权呢 要集中到中央去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讲的内容 然后我们提到了呢 这个新中国的初期的一个外部环境 提到了这个新中国奋行的 对外方针是 对苏一边倒的政策 就是在政治上 在外交上 对苏一边倒 那么我提到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1949年的7月 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率领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 到莫斯科去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向苏联学习 建管理国家的基本经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试探斯大林对 是否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 帮助新中国 解放台湾 那么这是 第三点呢 是接洽这个苏联 对中国的一些 工业方面的援助 那么基本上呢 除了第二点 就是在接洽苏联 对解放台湾的这个支持方面呢 是没有成果 其他方面呢 都有都有成果 所以刘少奇回国的 还有一百多名苏联专家 主要集中在 东北的工业基地 安岡和 东北的中长铁路 苏联工 苏联的专家已经到中国来 这是新中国建国前夕 就已经来了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毛泽东主席 1949年12月 到苏联去访问 这是老人家第一次出国 他的访问呢 的名目是 为斯大林出售 就是足 这个斯大林 70岁的生日 但是实际的目的呢 是接洽 能不能缔结 中苏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 那么经过 一个反复的 一个互相的 一个讨论协商 中间有很多取责 在1950年的2月 终于签订了 中苏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呢 实际上是一个 军事同盟 就是在军事上 保证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 国家安全 那么作为一个 军事上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苏联提供的一个 重大的援助 就是苏联在中国的 旅顺港 就今天的大连港 驻军 继续驻军 当然这件事情 可能是对中国的 民族主义 也许有人认为 是一点伤害 但是在当时呢 主要是面对 美国和日本的 一个对中国的 不友好的一个态度 苏联军队 驻扎在中国东北 可能有助于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就是苏联驻军的问题 那么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签订以后 苏联的大规模的 军援就到了中国 在这里要提一下 1950年的2月26号 这是美奖 台湾的国民党 虽然是已经 败逃到台湾去 但是由于 它掌握了空中优势 所以在2月26号 对上海的 砸北工业区 进行了轰炸 大规模轰炸 这是国民党 在大陆的 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是空军来进行 大轰炸的 这次轰炸呢 是上海的供电中断 中断了好几天 那么自从中枢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进地阶以后 苏联红军开始驻扎在 苏联红军的空军 驻扎在上海 所以从此以后呢 美国军队 不 蒋介石的空军呢 轰炸机就再也没有 敢来轰炸过了 当然高空侦察机是 一直到六十年代 中后期 始终还有这个 台湾方面的侦察机 来侦察 轰炸是没有了 那是苏军 有一个空军团 作诈在今天的 上海郊区 好了我们继续讲 这个我提到这个 中苏这个关系的 这个在新的基础上的 一个建立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从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 这个条约有效期是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一九八零年 这个中国宣布 不和苏联继续条约 它的到期是一九八 一九八零年 一九八零年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的 就是不再延续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了 这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个条约 在一九五零年签订的时候呢 它还附有秘密条款 秘密条款 这个秘密条款是不对外公开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秘密条款呢 在一定程度上 有损中国的主权 有损 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苏联呢 在中国要建立一些 赫兹公司 联合公司 联合公司实际上是 垂堕中国的经济资源 在新疆建立几个这样的公司 第二个呢 是这个 中国政府同意 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 不允许中苏两国以外的 第三国的公民进入 也就是这两个地区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一个缓冲地带 这个呢 也有损中国的主权的 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 苏联人有什么理由要求 不可以让英国人去 日本人去 或者法国人去呢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 中国接受了这个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 对方提出的要求 那么还有一点呢 也是可能对 是当时的 很多国民 就是我们的大众呢 特别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呢 有所不满意 这就是 毛泽东主席争取外蒙古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 没有成功 争取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 没有成功 斯大林坚持 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状态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 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要求 这是我们提到中华友好 互质同盟条约 这件事 那么作为一个 由于中华结盟 那么中国国内呢 就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 苏联文化 苏联科学技术 这样一个热潮 所以在建国初 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行动 这是要解决中国人民 特别是知识界 中国人民啊 老百姓 几层老百姓搞不清楚的 主要是知识界和工商界 这个百年来对苏联的所谓不正确的认识 因为中国人一般的民众 我讲的知识界 都知道近代以来 沙俄对中国的情愿 都知道苏联政府曾经提出过两次对华条约 但是呢最后都没兑现 1919年1920年的苏联的新政府 列宁的新政府 曾经提出两个对华宣言 这两个对华宣言的基本精神就是放弃杀俄在中国的一切权益 同时外蒙古属于中国 这两个条约呢 从来没兑现 对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民众 我讲的民众是主要是知识界和工商界 一般底层民众不清楚 他们也要关心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是1934年 这个我们知道918事变以后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 但是呢 苏联居然把中东铁路 这个资产属于俄方的中东铁路 卖给了满洲国 用低价卖给了满洲国 这也是有损中国主权的 第三件事呢 是1941年 苏联和日本 这是斯大林同意的 摩洛托夫和当时的日本外相松岗杨佑 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表示互相尊重 日本尊重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苏联政府尊重日本在满洲国的权益 这是极大的侵害中国主权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个问题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虽然在1945年以后 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上 取得了伟大成就 或者说 甚至当时的一种说法叫做 解放了半个人类 在解放欧洲 解放这个东欧 起了这种巨大作用 社会上开始对苏联有一种好感 就是由于二战 反法西斯这个问题上 苏联的巨大成就 曾经使中国一部分民众 对苏联产生了某种亲和性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是知识界在四五年以后 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基本上表示 几乎是全部 或者大多数人 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表示欣赏 当时的知识界的主流是 政治上学美国 经济上学苏联 这是194344到46年的 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欣赏苏联的高效的 这种计划经济模式 尽管如此 但是中国人对苏联人 特别是在一百多年来 甚至是二十世纪以来 在中国的一些情况 是有很多意见的 那么旧的事情还没去 新的事情又来了 这就是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这件事情当然 中国人民一般讲 都是感谢苏联人的 感谢苏联红军来解放 要没有苏联红军解放 那个日本精锐的关东军 二百万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消灭呢 当然最后还是要消灭的 可是 肯定要消灭 大事 世界大事已经发生了变化 肯定要消灭的 但是苏联红军吹枯拉醒 一下子就把二百万关东军消灭 但是它消灭归消灭 消灭是做了好事 可是也带了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把我们中国的东北的工业设施 能拿的能拖的全部带走了 把包裹铁轨 包裹火车车皮 包裹分满江的热电站 等等等等 能拿的 在1946年苏联红军撤军的时候 全部带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发生过1946年2月23号 在重庆 以重庆的大学生为主导的 反苏大游行 反苏大游行 这个反苏大游行 今天已经知道 并不是国民党政府主持的 而是那些激进的爱国青年 当然我今天不知道 曾他们是叫爱国青年 还是叫反动青年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主导的 今天有新的史料出来 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很怕得罪苏联 非常怕 非常怕 所以 这个事情给大家印象很深 46年发生的事情 说49年 新中国 到50年 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 同门条约以后 就有一个国内的大规模的 重新认识伟大苏联的这样一种宣传和学习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1950年 我们成立了中苏友好总会 由刘少奇担任会长 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它是一个实体组织 不是一个虚体 比如说扬州市都有中苏友好协会 扬州分会 它是一个实体 这个中苏友好总会 办刊物 放电影 推行苏联文化 所以 特别是帮助中国老百姓认识 为什么外蒙古独立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郭默罗同志写过这样的文章 还有一些老同志都写过这样的文章 要引导国民 国民这个词建国以后不用了 引导人民 引导群众 这个正确的认识苏联 这个过程呢 从50年开始 50年开始 所以这个中苏友好的这个过程呢 很复杂 很复杂 这个过程就伴随着 主要是 主要是 针对知识界 知识界 和所谓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底层群众 基本不倾诉 也不关心 也不关心 所以在这个50年以后 尽管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 知识界的上层人物 对此表示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所以当他们在56年57年发表了 56年57年 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后 有一部分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了 所以57年的时候呢 这批同志都成为右派 因为右派其中有一条是反苏 反苏啊 这就是有一些同志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成为右派的 你反苏就是反共 所以叫反苏反共分子 但是呢 毛泽东主席都是亲属的 他都亲属 苏联对中国的危害 我讲的危害主要是大国主义 沙文主义的危害 但是 他是一个大政治家 他知道在当时的冷战的国际格局下 中国离不开苏联的军事 大家理解吧 自己知道是一回事 自己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呀 那是另外 也是一回事 但是国家的需要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老人家他是分开的 把自己的看法和国家应该之行的方针 完全是区别开来的 这就是大政治家 不应自己的个人感情来影响这个大的这个政策 所以在49年以后 我们党内是严禁任何同志 有对斯大林的批评的 如果党内有同志表达了对苏联的一点批评 马上这一般讲是机器严重的错误 机器严重错误 这个要开除党籍的 要开除党籍 我们江苏省委一个老同志 叫刘顺元同志 刘顺元这个在78年79年以后 还到南大来做过报告 大家尊敬他叫刘老 刘老在80年代做过中纪委副书记 刘老在1945年到46年 在中国的东北 我们知道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 大连是被苏联完全占领的 在那儿成立了苏联直接掌握的政府 行政区 但是呢 当然共产党和苏联 我们毕竟还有很多相同的一面 都是共产党 所以苏联人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地区 设立党的委员会 当然是秘密状态下的 大批的共产党员在大连工作 就是45到49大连一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国民党进不进去 国民党不能进去 刘春元同志是大连区党委的负责同志 他曾经对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一些 大国主义行为提出过批评 这件事情居然连斯大林都知道 斯大林非常敏感 他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哪些人 曾经有反书言论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他向中共领导同志提出来 那刘春元是一个 居然连苏联人都看不起 连苏联人都看不起 所以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刘春元同志在建国初 就把他贬为上海的做经济工作的一个次要的领导人 一直到斯大林同志去世 才重新启用 54年调到南京来 江苏来做省委副书记 做省委书记处书记 不省委副书记 但是斯大林死之前 他不能出来 就举个例子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大度的 在1946年的中国东北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红军的一个高级将领 叫卢东森同志 他是长征的老干部 被苏联红军居然无缘无故枪杀掉了 枪杀掉就枪杀掉了 算了 也没有提出向苏联方面提出任何抗议 所以卢同志为革命奋斗一辈子 最后没有死在国民党手下和日本人手下 死在一个苏联的喝醉酒的红军士兵的手下 也就算了 这就是为了大局 所以刘少奇同志当时专门找刘绍员谈话的 要他为了中苏友好的大局 要他写一份检查 最后请苏联代表团传回带回给斯大林的政治 所以斯大林那个时候真的是 应该讲全人类的太阳 人类的太阳 他不得了 毛主席这个时候都是很尊敬 非常尊敬他的 和我们以后讲的什么大 什么什么不一样的 不一样 他是非常注意调整关系的 自己心里有看法 但不说的 当斯大林死了以后 说了 好了 这是我前面讲的这个 这一部分 下面我们要讲另外一个题目 一个 一节了 就是巩固新政权的几个重大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了 刚刚从战火中 这个成立了新政权 当务至极是要把政权巩固下来 那么巩固政权最重要的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清除大陆的国民党残余的反革命的破坏 对不对 虽然这个蒋介石是加州尾巴逃跑了 灰溜溜的跑了 但是呢 我们长期的那种斗争的思维 总是有个基本判定 认为他还留下了大量的党羽 在国内 进行破坏 当然事实上也是有一些破坏的了 有一些破坏 那么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关键是恢复经济 恢复经济 我现在稍微讲一下恢复经济 恢复经济可能同学们一般多少都知道一点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这个建国方针 其中对经济方面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 这就是剥夺官僚资本 剥夺官僚资本 那么就是所谓官僚资本 就是国民党的党营的经济 国民党党营经济 包括国民党的国营经济 比如说当时在中国的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是三零年代成立的 专门负责全国的厂矿的建设资源的发现 等等集中了很多专家 那像这样的单位呢 它是当时国民党的国有经济 这都是要无偿的剥夺 无偿剥夺 那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呢 要分别情况 分别情况 基本上呢也还允许存在 但是呢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 使它在新中国不能发展 最后呢通过就是把它挤出去 就是外国在华资本 从理论上讲 允许它存在 就是外资 但是呢一年多以后 两年不到的时间 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 让它事实上在这儿无法生存 最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外资基本挤出去 那么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 十分之九是属于那种 应该讲是极端落后 是极端落后 中国的先进的工业 主要集中在 就是国民党的国营经济 和外资在中国的这一部分 以及十分之一的 民促资产阶级的 这种纺织业啊 应染业啊 香烟制造业啊 就是清房这一顿 那么对民促资产阶级呢 国家基本上采取的是 就是全部包下来的政策 包下来政策 为了安抚资产阶级 因为资产阶级天生的 它有一种对共产党的恐惧 虽然中国共产党 在四九年提出的 甚至是多少年宣传的 就是我们是搞新民族主义 不是搞社会主义 但是资产阶级 一听到共产党两个字就害怕 共产共产就是要把你的产供掉 这是他们对 就是望闻生意就有这样一个看法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春天 毛泽东主席委托刘少奇 专门到天津去做一些调查和安抚资产阶级的工作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把资产阶级稳定下来 资产阶级稳定下来 使社会经济呢 继续的不要中断 我们知道这个在十月革命以后啊 这个苏联不是这样子的 苏联完全是整个社会经济大崩溃 大崩溃 因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 中国不是的 资产阶级要先包下来 让他还要开工 我们当时有很多工人 他们以为革命到来了 他们就可以 就是八小时工作制 或者是工资提高 他们纷纷举行罢工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个时候 被认为是犯了左倾的错误 刘少奇同志呢 安慰安抚资本家 告诉他们 你们在现阶段的中国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话 而且他还讲了一些话 以后成为他的 被认为是讲的过分了 过火了 他甚至说过 剥削越多越光荣 你不剥削工人就不舒服 你一剥削工人就舒服了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很口语化的说的 讲的可能也有道理 因为你不剥削工人没有工资 拿不到钱回家生活 你剥削了以后他才有工资 但是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说 和马力主义教旨 好像有冲突 这只现在不讲 下面以后还会提到 所以经济上的 基本上这个就 大致地把它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 当然这个政府还通过一些 采取了一些措施 主要是在上海 和资产阶级经过了几次 什么棉沙大战了 银元大战了 就是把物价把它先暂时的稳定下来 因为建国初 刚才我讲的 1945年之前打了八年抗战 中国经济是已经是接近崩溃 1945年到49年又打了四年内战 整个从1937到1949都是打仗 你们想一想 打仗打了这么多年 经济怎么不 完全是弥烂状 弥烂啊 是非常非常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口号 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既打帝国主义 又打资本家 又打蒋介石 都不能 只能集中 进攻 某些方面 大多数方面 你要暂时放一放 这是非常正确的 这对新中国的 这个建国之初的 情况的稳定 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陈云同志的 作为经济方面的 一个重要领导人的角色 也开始 就是大家就习惯了 因为在49年之前 陈云是在东北 虽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他在东北 不是第一号人物 东北的第一号人物 原来是林彪 以后是高刚 林彪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他事实上 他以中央委员 统领五六个政治局委员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 林彪率领大军南下以后 高刚是负责任 全盘负责 张文天同志和陈云同志 都是高刚下面的副手 这两个同志 比较关心经济 所以他们对东北比较先解放 他们开始有一些经济方面的经验 以后拿这套经验过来 对上海的这种经济形势的掌控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经济方面 应该讲到了五零年左右 大致地控制下来 那么经济控制下来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下一步就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 土改的问题 1950年的六月份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一个法律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我们知道土改是 同学们可能对土改这个概念 有点有点概念吗 还有没有概念 土地改革 稍微提一下 第一个 孙中山很早就提出来 跟则有其田 跟则有其田 这是国民党 孙中山最先提出来的 跟则有其田 那么涅宁斯大林 特别是涅宁 在二零年代初期就规定了 中国的革命的性质 它就是一个反分件 这个反分件主要是指 要推翻打倒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所以土地革命 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 中心内容 解决土地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革命 从二七年以后进入农村 二七年进入农村以后 它的一个基本主题 就是搞土地革命 除了在八年抗战中间 这个政策有所缓和 有所改变 有所修正以外 就是从1927到1949 主题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就是 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 把它分配给无地和扫地的农民 从字面上讲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 前面不说了 抗战总结 八年抗战 中共在革命根据地 大致实行的是 减租减习的政策 就是地主不夥夺 你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要求减租 这个目的是 因为当时革命的性质 被认为是要反日 抗日 要联合地主阶级 一起抗日 所以呢 在政策上 地主阶级 也是抗日的 这个营垒中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四四年 四五年以后 特别是四五年以后 革命就开始变化了 抗日战争要结束了 马上要跟国民党 重新要再打天下 那么这个 要转变 要转变了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就有一个 什么新歌剧 事实上起到这个 转变的催化剂的作用 这就是白毛女 白毛女 因为我们知道 在八年抗战初期 八年抗战中间 地主一般在共产党的 这个文化宣传的 这个 这个范围内 还没有 把它描写成像黄世仁这样 黄世仁是一个形象 无恶不拙的地主阶级的 一个形象 简直是坏臭的了 是不是 那么在八年抗战中间 没有 还没有 在早期的四零年 四一年 一些革命版画中间 还有地主还乡了 就是作为正面表达的 就是地主呢 原来对革命根据地 有点怀疑 现在看了革命根据地 阳光灿亮 地主呢 带着老婆婆姨 带着孩子 骑到毛鱼回家了 就是作为正面的表述 就地主回家了 不要以为是地主还乡团 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 抗战期间 虽然在根据地的若干地区 有过火的斗争 过火啊 但是大致中央 在总的方针政策上面 没有把地主阶级看成是 必须立即予以消灭的阶级 没有 这是跟大的背景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 1945年以后 紧接着是国共谈判 新政协会议 一度好像出现了一个 可能国共也许会和解 联合建设新中国的 这个可能 45到46年的上半年 所以刘少奇曾经在 1946年年初 提出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当然也不是他提的 他提的得到中央同意的 毛泽东也同意的 只是以后毛主席不承认了 那么这个口号叫做 和平民主新阶段 中国进入到和平民主新阶段 就是国共联合建设 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三民主义新中国和 新民主义新中国不矛盾 不矛盾 因为我们一般 毛泽东那里面也提过 新民主主义就是 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 最低的一个要求 那么 曾经一度还考虑 把中共中央委员会 从延安搬到今天的 苏北的青江市 就是淮英市 一度曾经考虑 毛泽东这么有经验的人 始终不相信国民党的人 曾经也一度动过链头 他说 摆到青江比较方便 这样子到南京去开会 比较方便 曾经有过这个链 但是这个时间很短 时间非常短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曾经熨攘过 1946年的上半年 熨攘过 怎么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是实行对地主的和平疏买 和平疏买 也就是不用大规模的 积分暴雨的 消灭地主阶级的 包括部分消灭地主阶级肉体的 这种土改模式 而是用和平土改模式 和平土改模式就是 我们先用国家的形式 通过债券先买下来 将来国家条件好了 经济发展了 你这个债券 我们用多少钱还你 用这种方式 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 这样一个对土地需要的问题 这是46年的上半年 甚至有过这样的文件 但是我们知道 国内的阶级斗争 国共两党的斗争 极端尖锐 就像毛泽东始终不相信 国民党一样 当然毛泽东曾经有过 刚才我讲的一点点时间 一闪念的时间 曾经还想过 可能到清江来 蒋介石也是 绝不相信共产党 所以他们互相之间的警惕性 都是差不多高 毛对蒋的警惕性 和蒋对毛的警惕性 是一样的水平 特别是国民党内的 反共强硬派 反共强硬派 他们认为在46年的 那个国共力量对比上 国民党占有绝对的优势 他们认为 完全可以从军事上 一举把中共解决 就武力解决问题 就国民党党内的温和派 他们比较理智的 他们知道共产党 不完全是一个军事问题 还有很多经济社会的这个背景 所以呢 这一派的力量呢 在46年以后被压下去了 蒋介石实际上是站在强硬派一边的 也就是说 46年的6月份 国共内战重新爆发 国共内战重新爆发以后 面对这个新的局势 中国共产党开始制定自己新的土地方针 这个土地方针就是 全面的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 来剥夺地主土地 改变了 改变了 那么这个呢 我这里不多讲 这里有47年的土地法 先有1946年的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 相对温和一点 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 到47和48年 在老解放区进行的 积分暴雨般的 土改斗争 我讲的积分暴雨 这是一个词汇 在这个词汇后面 这个discourse后面 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他这个 什么叫积分暴雨 积分暴雨就是对地主阶级 进行肉体消灭 肉体消灭 包括消灭他的太太 包括消灭他的老婆小孩等等 全部消灭 彻底的斩草出根 这就叫积分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积分暴雨 当然这个过程是 特别是在1947年 在山西省 在山东省 山西 静随地区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在山东的渤海地区 就今天的威海 烟台 鲁山这一带 非常严重 这两个地方的极端土改 极端土改 或者叫极端土改 极端土改 造成的一定程度上 丧失社会同情 还听懂这个意思 丧失社会同情 比如说地主娃娃才两岁 把他也灌死了 这就完全没有 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因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 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这是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诉我的 地主阶级可以改造的 不一定非要 如果他反抗 消灭可以 如果他不反抗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两岁的孩子 他一点被有不惧反抗力 所以当然这里很复杂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跟康生有关系 当然不是康生一个人 不是康生一个人 刘少奇同志以后自己多次检讨过 他在1947年指导老区土改中 犯的这个错的错误 所以刘少奇 这个领导人 他在1962年提出过 他没有提出 他默许过三字一报 对农民让步 他1947年 在他指导下又发生过这种极端的土改 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都有过 所以有人称之为他是会从极左 跳到极右 大家理解吧 摇动性很大 摇动性很大 那么这个 这种土改在老区 基本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了 解决了 那么新区 新区了 新区什么叫新区呢 就人民解放军解放以后的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的地区 这主要是大西南地区 新区土改 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模式呢 是不是也要用这个山东模式 就是打杀刑的模式 全部消灭的模式呢 不应该的 不应该 中央规定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集中打击地主 孤立富龙 所以富龙是在 过了几年以后 才跟地主捆绑的 一开始为了革命的策略 为了进一步孤立地主 把富龙和地主分开 就是中立富龙 打击地主 那么49年以后 这个江南地区的土改 湖广地区 梁广地区 西南地区的土改就开始了 在这些过程中 有一些老干部 这是我们通过文革中的揭发资料才知道 他们很厉害 他们这个 当然是 他们都是老党员 所以他们呢 就是给家里写信 给家里写信啊 早点把土地卖掉 卖掉 否则不卖的话将来成个地主 就早卖 早点卖的 所以呢 也有一些老同志的这个家属 得分歧之间 就是一早把土地就建卖掉了 建卖掉以后这就好了 因为你这个有 中国农民啊 我不知道同学们你们了解不了解 中国农民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种传统习惯 先是养家户口 稍微勤劳致富 勤劳致富以后 什么东西最稳定呢 他们也不懂股票 那个东西大家都不懂 最最安全的就是买一点土地 安全的 土地虽然没有多大价值 但是每年它可以有一些收成 自己的吃饭可以解决 可以卖一点骨子等等 所以老百姓啊 最最聪明的老百姓 农民 比较会发家的农民呢 成功的农民 第一步就是买一点土地 第二步到镇上开个小店 镇上开个小店 这建国以后 我们给它一个成分叫做 工商业兼地主 那这样的地主就好了 这样地主一般不会被肉体消灭 就是它主要住在镇上 地呢 家里老家的地呢 雇两个长工在这看到 在当地呢 好像大家对它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所以一般情况下 都揪回自己的庄子里去避批斗 在镇上 只要是镇上 都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个土地主 土财主 完全守在家里土财主 是最危险的 命都保不住 很多地主命都保不住 所以这边农民 他们哪能知道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概念 应该在革命胜利之前 先把土地卖掉 没有这个概念 完全没有 所以基本上 他们都是被动的 来接受这个过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这里还提一下 有一些聪明的大地主 或者是大的工商地主 他们非常聪明 他们提出 献田 献出来 我献出来 你就不要逗我了吧 我有两千亩土地献出来 那不行 献也要逗 那是不行 那是完全两回事的 你不能用这个献的这种方式 来麻痹我们 那么我下面要讲 土改为什么非常重要 这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 共产党你要搞革命 你只要搞土地革命 现在全部政权多到手了 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这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一 首先这是第二点 我下面要讲 它最重要的是 通过土改 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深深的砸下根 砸根 建立党在农村的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拒绝地主献田 那么土改有一个基本的土改模式 有一个模式的 陈波达在四十年代后期曾经写过土改十六步 就是按照这个十六步的方针 你就老老实实不要发明创造 你就按照中央给你定的 这几个步骤 这个步骤走完了以后 土改就搞完了 以后我们这套经验曾经还输出国外的 就向北越输出 越南北方 越南北方就越南民主共和国 土改是在中共的代表团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为越南同志 越南的阶级斗争不像我们这么尖锐 阶级分化 不像被认为是没有中国激烈 好像有一种人情默默的乡村社会 大家理解吧 老百姓不恨地主 他们已经几千年下来了 大家觉得其乐融融 就是司空见惯 他有钱啊 他聪明啊 他有块地啊 就像今天我们好多人看到 比如说有的人有钱 有的人什么东西 大家理解能接受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话 是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他有我不能有 所以他叫革命了 过去是这个逻辑 过去是刚才我讲的前面这个逻辑 他不能接受这个 既有的 这个财产的这个秩序 不能进 不能接受 那么 土改首先第一步 中央文件下来了 学习文件 学习文件 我讲的是 这个学文件不是农民学文件 我下面讲主要是干的 土改都是在土改工作团 工作队的进驻下完成的 农民会不会自动搞土改啊 不会的 把那个农民豪 农民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老老实实 本本人的 中国农民绝大多数 少数 活络一些的人啊 他都跑到外面去了 留在村子里的 另外一些活络的人呢 被认为是勇敢分子 有人称他们是痞子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人很多文献 称他们是叫好事懒做的 就不试生产 因为农民很辛苦 天天要种地的 很多人天生怕做这个东西的 就好事懒做 或者在我们的延安地区根据地 给这些人一个称呼叫二六子 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 多次发表文章 就叫改造二六子 改造二六子就是怕劳动 虽然出身贫苦 就天生败爱劳动 劳动非常辛苦 啃慌太累了 当个干部要好得多 那么第一步就是 要建立土改工作团 工作队 学习文件 第二步就是下乡 下乡以后呢 要访评问苦 寻找土改根子 这是第二步 访评问苦 搞扎根串联 看哪个人最穷 哪个最具革命性 哪个人说会道 就到他家去跟他扎根 跟他启发他 启发他 找土改根子 找了土改根子以后呢 就建立这种土改积极分子的核心小组 通过这些核心小组 进一步的争取团结 尽量多的农民 这大概第三步 下面一步呢 就是开始组织 由土改工作队组织 诉苦大会 诉苦大会还知道这个概念 万恶的旧社会 什么地主王老财 这个这个这个 我讨饭的时候 到他家的时候 他放出个大狼狗出来 这都是常规模式 就是一般都是这种 就是这种常规叙述 那个地主播 什么凶狠啊 等等 诉苦 非常重要 每一个土改都要经过诉苦阶段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愁 这是一个 从五十年代就有这个口号 这个口号一直叫到文革 还有一个革命歌曲 名字就叫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愁 每一次批斗反革命的时候 都要先播这个歌曲 创造一种临重的一种气氛 临重的气氛 激发起大家对这个万恶旧社会的 仇恨 我们已经以后形成了一个 表达的一个习惯 旧社会前面要加定语的 万恶的旧社会 这是习惯性表达 那么这个开阔诉苦大会呢 就开始这个 斗争 斗争大会 诉苦大会一般就跟斗争大会 就联系在一起 斗争大会呢 一般工作队 不能阻拦愤怒的群众 对地主进行身体性的袭击 这般不能组织的 身体性的这种表达强烈的阶级义愤 包括一般这种斗地主的时候 是地主全家 老老少少 全部都在被斗 包括孩子 这一般我们中国传统农民吧 都是这样子 要斩草出根 要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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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子 所以工作队 这里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工作队在集训的时候 除了学习中央文件以外 特别是工作队要强调反右倾 反右倾是什么呢 就是对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 人性嫩的可怜他啦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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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东西 特别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 地主阶级家庭的同志 在这个过程中更要坚定阶级内场 坚定阶级内场 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工作队的越是出身地主阶级的同志 最后在身体袭击的时候越坚决 他通过这个表达自己的革命坚定性 大家理解吧 否则你看到地主你就心软 看到因为这个地主啊 那个时候已经是喷头勾面 可怜兮兮 所以你不能被他这个假象所迷惑 你要想到他是万恶的帝国主义走狗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中间在这个过程中区分情况 有名分的 意识上勾结国民党残害国民群众的 或者充当汉奸走狗的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要给他上一个档次 就进行人民公审 公审革命法庭公审 公审以后呢就枪毙 就枪毙 所以土改运动和正反运动同步进行 同学们可能还不理解 土改是1950年6月开始 正反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 在农村地区这两个运动是交叉的 交叉的 所以土改过程也是消灭那些反革命地主的同时 消灭 这很重要 下面我一会儿休息以后还要讲 同学们要理解 他这是一个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休息一会儿 要坚定阶级立场 这是当时的词汇 坚定阶级立场 这是考验每一个同志 阶级立场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那么工作队下乡 通过扎根串联 寻找土改根子 土改根子也是当时的一个词汇 就是那些苦大仇生 特别愿意出来革命和斗争的那些农村的积极分子 那么对于这样的分子呢 当时还有一个词汇叫勇敢分子 这是一个中性词 还有的一些批评性词汇呢 认为是痞子 但是呢 我们一般不这样说了 我们一般用一个正面词汇 叫土改积极分子 土改积极分子 找土改根子 找土改根子以后呢 就建立一种贫苦农民的一种联系 串联 然后呢 开诉苦大会 这都是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进行的 工作队啊 因为一般农民他也不懂什么叫开会 怎么呼口号啦 什么他也不懂 土改是任何地方 三娃娃里面 鱼石割掘的地方都进行 所以很多农民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革命的程序 什么标语啊 口号啊 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都不懂 那么 开了诉苦大会以后 就是 斗争地主 对于罪大恶极的 有血债的 或者对没有血债的 地主呢 其中有一些人呢 就经过革命法庭 就猝死 那么 那么当然这个时期这个革命法制还是有的 从理论上讲都是还要报批的 但是呢 曾经这个为了要保护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所以这个也把这个杀人权下放 杀人的权下放 不可能是到中央的 这个是革命的非常时期嘛 为了有力的推动革命 所以这个权力是下放的 下放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 画阶级成分 这个村子 张家庄 进行阶级成分的重新划定 每一家根据你的财产多少 进行化成分 地主 富龙 上中龙 中龙 下中龙 平龙 雇龙 进行这样的划分 那么这个划分过以后呢 下面就是分土地 分土地 分地主的福财 所谓地主福财 就把地主家的柜子 箱子 还有粮食 把它这个都分给群众 另外把地主 一般是扫地出门 各地知情政策不一样 有的呢 给他地主家的房子 留一小间 给地主住 有的呢 是直接撵出去 不管他住哪什么地方 一般这些地主呢 就在附近的 找一个草 八个草盆 一般都是这个模式 就是扫地出门 这也是当时一个词汇 扫地出门 那么 在这个 在下面一个过程 就是建立 李家庄 张家庄的 党的继承结构 成立党小组 在土改积极分子中间 培养党员 建立党的继承小组 建立民兵 民兵 什么那个 妇女队 不叫妇女队 叫什么东西的 就是 妇女方面的委员 这个青年委员 这个民兵队长 就建立 到这个过程 就党的基本结构建立了 工作队 胜利 回城 胜利回城 这整个程序 是这样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 实际上以后就是 刚才我讲的 就是我们也把这套经验 向老窝 老窝 解放区 推行的 也比较困难 因为老窝人民啊 他姓佛太深了 姓佛教 阶级斗争意识没有 有的这个 巴特辽解放军战士 你们可能没听过这个词 老窝在六十年代 叫老窝人民革命党 就是老窝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叫巴特辽 巴特辽是老窝的一个 就是一个说法 巴特辽 巴特辽人民解放军啊 好的原来是 原生女出生 开枪手直斗 抖啊 他这个佛教的什么 不杀生意识 超过了阶级意识 这个比较困难 所以老窝的这个 老窝人民革命军的这个 阶级意识的提高 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缓慢过程 国情不一样 大家知道吧 国情不一样 所以那儿的阶级斗争 进行的不尖锐 不展开 好像是其乐融融 那么应该讲这个 我们说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从正面意义上讲 它是彻底摧毁了 中国几千年的 地主土地所有制 变成了小龙土地所有制 小龙土地所有制 这个时候还没有集体化 见过出 就当时口号叫做 土地还家 土地还家 应该说极大的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我们且不管它用了什么方式 是暴力革命的方式 虽然这是暴力革命方式 这跟台湾的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当时是 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的 支持的 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51年的农业产量 比1949年增加26.9% 老百姓这个 有自己土地了 非常高兴 农民 那么我想这个 这是一件大事 实际上它走的还是 就是小龙土地所有制 这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 一点社会主义还没有 全国只有东北 高刚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高岗啊 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他在东北 在土地 东北的土改 也是非常激烈 甚至是 不比康生弱 跟康生的那个土改 差不多 但是在这个土改过了以后 高刚在东北的一些地区 就开始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合作社 甚至高刚在东北 已经在49年50年建立 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社会主义的机体农庄 我们知道苏联人在东北影响很深 高刚呢 对苏联人的这个军力强大 国力强大 有深刻的体认 所以这个人 再加上过去从来没有出过国 也没有去过大城市 一看到苏联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大家理解吧 高刚 在革命年代去过的唯一的城市 大城市是西安 西安 所以这个长期在陕北 以后到东北去以后 建了这么漂亮的楼房 苏联的坦克 苏联的什么什么什么飞机 非常激动的 就是看了大眼界 后来49年以后多次到苏联访问 所以变成了一个斯大林的崇拜者 或者是苏联国力强大的爱慕者 最坚定的走苏职道路 成了高刚同志的当时的意愿 他在国内是第一个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 事实上在当时就被毛泽东主席注意了 毛泽东主席是很欣赏 很欣赏 那么刚才我讲的 摧毁了对主土地所有事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是我们过去以往的 到今天你们看 我们的很多书上都很少写这个方面 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 就从此牢牢的建立了 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 你们看国民党有没有啊 国民党在张家庄李家庄还有党小组啊 他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个东西的 从来没有过 北洋军他有没有也没有 当然延熙山搞过一些 那是很个别 延熙山们只是山西 对不对 全国范围内的从来没有过 这是空前的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中央政权 有这样一个政令和意识形态的 一个垂直的管道 一直深入到什么张家庄李家庄 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不得了 那么不通过土改 不可能建立 不可能建立 不可能建立的 只有通过土改才能建立 所以土改极其重要 一定不可以搞和平土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广东地区搞了一些和平土改 以后叶剑英同志也受到批评 因为叶剑英啊 当时是华南分区书记 华南分区就是管广东省 广东情况很特殊 广东的很多地主啊 其实都是我们穷苦的农民 跑东洋 跑西洋 跑南洋 跑美国 辛辛苦苦攒下的钱 回来盖房子来的地 把这些在外面打拼的 中国的穷苦农民 打成地主 然后把他们扫地出门 叶剑英同志呢 他是广东人 叶剑英是广东眉线人 他比较了解广东的省情 所以广东的土改 跟全国各地不一样 提出一个新概念 要保护华侨民储资产阶级 所以在这个旗号下呢 广东的一些华侨地主 没有遭到像全国其他地区 那样的清算 但是这个过程 被中央是批评的 严厉的批评的 所以叶剑英以后 就调回北京 从同龄广州的第一把手 到北京做军委的 训练总监部部长 军委训练总监部 大概也就是两栋楼吧 管两栋楼三栋楼 两栋楼三栋楼 那个楼也不大 也没有今天楼这么大 那么也给他做军科院院长 军事科学院院长 军科院当时大概也是一栋楼两栋的 广东省管一个省和变成管几个楼 不一样 虽然名字也很好听 训练总监部部长 后来毛主席派了一个 雷厉分行的一个同志 大刀克服的同志 陶筑同志 去 陶筑同志就是在土改中间非常努力 陶筑是分管广西的土改的 他在广西执行的一种比较激进的政策 就是可杀不可杀的 杀 所以他很工作 非常展开 这也是一个专用词汇 我们说某某同志很不展开 不展开就是什么呢 对敌斗争 手软 不展开 陶筑同志呢 对敌斗争 非常展开 所以毛主席以后委任他做广东的第一把手 所以陶筑同志从五十年代一直做了六六年 差不多十多年是广东王 广东王 深受主席的恩宠 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土改 当然这个过程中发生过很多的 刚才我讲正面意义很大 大家不要忘了 几千年的土地所有之吹掉了 当然是呢 也杀了很多 冤杀了很多人 也冤杀了一些 这个在大的 或者我们叫改朝换代之际了 一个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推翻一个旧政权 它和旧政权和旧政权之间的互相替换是不一样的 大家理解吧 北洋和清朝的这个转换 不一样的 无产阶级新政权和蒋介石政权的转换 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转换 但是当时的我们大多数国人根本不认识 不认识 他们说我是做生意的 哪个时候都要开店啊 还有我是唱戏的 哪个朝代都要听戏啊 什么慈禧太后要听戏 蒋介石要听戏 毛泽东也要听戏啊 他们都是这种逻辑 他们觉得谁都搞不到自己 自我感觉很好 那个时代 在时代转换之际 没有很多人深刻体会 这个伟大的时代转变 对于个人 对于家庭 当然大致对国家命运的这种决定性的因素 多数人都知道 那么我下面要再谈一下子 这个 这几年这个 我们学界 包括特别是社会学 社会学的一些研究了 他们现在很关注土改 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土改的经验 就是四十年代后期 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经验 许多的像人民 不是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口述采访 包括南大的我们南大历史系 也有一些博士生在做土改研究 就是运用一些社会学的 政治学的 历史学的方式了 主要是历史学 来对土改的进行新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 就是一些学者 他们提出一些看法 那么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 我这里顺便的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就怎么认识这个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在旧中国 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关系 是一直是十分紧张的 这是我们差不多 不要认证的一个前提 大家基本 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和农民关系 高度紧张 几千年紧张 到了二十世纪更紧张 基本上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 好像是不需要再这么思考 不需要再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呢 这个 看来的话 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很多学者经过研究 发现四九年以前 我们中国的农村的租电关系 租 农民租地主的土地 地主在借给农民种 叫租电 租电关系 并非很紧张 不是很紧张 那么农民的对 所谓反抗 在二八年以后的农民的这种反抗 主要的是在四十年代以后 四十年代 就经过细密的研究 并不是到处都有农民反抗 没有的 不是这样的事 这个四十年代反抗 还有个背景 就是什么呢 一九三七年以前 中国政府的国家收入 当然当时中国是又贫又穷 虽然经济在发展 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 是经济是 是很大的发展 但是总体上讲 中国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国家的收入 主要是通过三个税 三个税收 一个 统税 统税就是商品出厂了 统税 第二个 盐税 卖盐的盐税 第三个 关税 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以来 北洋时期也是这样 清末也是这样 中国政府的收入从哪儿来 就是这三岁 统税 关税 盐税 可是我们知道 一九三七年 日本帝国主义清越中国以后 我们的工商业有 受到极大的破坏 政府的统税收入 基本就没有了 或者就极大的减少 第二个呢 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收入是什么呢 关税收入 也没有了 上海啊 青岛啊 天津啊 都给日本人占了 哪里有什么关税呢 也没有关税了 那么主要是靠填富 就填税 刚才我讲了 不是三个税 四个税啊 统税 盐税 关税 填富 收农民的这个税 这四个税 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收入来源 抗战以后 盐税 统税 关税 基本 受到极大的破坏 特别是关税 没有了 那么 填税的这个压力就增加了 政府对农民的填税压力增加 这就是农民的日子开始不好过 这主要是西南地区 还不是全国 只是西南地区 那么农民反抗 主要是抗税 抗捐抗税 而这个抗捐抗税呢 都是地主带着农民在抗争 是抗国家 不是抗地主 大家知道吧 国家收税 不是地主收税 这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一般造反模式 是庄主带着庄客造反 这是我们的一般模式 是这样子 庄主带着庄客造反抗税 那么我们的回过头来讲 中国革命在1928年到红军长征之前 我们的土地革命 动员农民 怎么让它动员起来的 是不是通过给好处 给好处啊 今天的一些研究 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江西有一两个学者 做得很细密的研究 发现还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主要是通过高度的政治动员 政治上的宣传 政治宣传 打通他们的思想 建立新的意识 主要通过这个 而不是给农民实实在在的 那些田地上的好处 田地的好处是给了 也分田了 但是由于是战争状态 农民的 我们现在经过研究知道 中央根据地的农民的生活 那么基本上 他们的这个税 他们的那些收成 都交了爱国公债 这是交军粮了 除了留下自己吃的那一部分以外 是交给红军了 大家理解这意思了吗 所以农民主要是政治上获得了翻身 他有政治上的翻身感 他从此从社会底层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中央根据地 而实际上 经济上没有 没有什么 因为经济上 所有东西都是 买了爱国债券 爱国债券 都是充军粮了 当然我们这里要看 这个 国民党 他这个反共强硬派 国民党党内有两派 反共强硬派和 主张对共产党比较温和的温和派 非常吊诡的 非常矛盾的 在国民党中 要求土改的力量始终存在 而是反共强硬派要求土改 反共强硬派 从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角度 他们知道这件事对国民党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从二十年代后期 一直到四十年代都在鼓吹 要对农村做重大调整 特别是进行土改 那么 我们主要是讲解释 这个历史的一些重要人物 对决定一些重大政策 时代走向 应该是起很大作用的 我们今天有的是一种说法 这个历史人物当然重要 但是不是特别重要 是什么什么重要 不对的 这是互相辩证的 辩证的 历史人物往往是决定性的 往往决定性的 当然它在背后 它又代表了一些什么什么人物 而且这是另外一回事 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始终有盲点 盲点啊 他没有意识到土改问题 对国民党的极端重要性 始终没有意识到 他是一个枪杆之万能者 枪杆之主义者 他这点和毛主席一样的 他们都是兴奋枪杆之理多政权 一样的 袁世凯等等 这个无私之通的 在中国二十世纪 几乎的那些有头老人 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除了像胡适这些人 文人知识分子 他们没办法 但他们也知道 什么重要 枪杆之重要 枪杆之重要 有枪杆之可以做独军 做省长 枪杆之来了以后 把省长可以赶跑 自己做省长 这都是 枪杆之是第一的 所以这个 蒋介石当然也知道 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始终他认为 有一个 有一个先后缓急 他总觉得要把军事上的 共产党消灭掉以后 他才来搞这个问题 而他搞这个问题 始终不能走 中共这种 暴力土改的 或者我们用暴力 这次不好 用积分暴雨的 这种土改式的 这种模式 他不走这条路 他要走和平土改之路 和平土改之路 中国当时的经济 那么差 也没有债券好卖 所以这个事情 就无限期的推迟下去 我们看 共产党是把这两件事情 集中起来的 军事斗争和土地问题 是完全密切的 集中起来 而最成功之处 就是给农民 只是一种政治上的 一种主人公的感觉 而实际上 没有什么 今天我们通过了 一些学者的研究 大量他们 那些没有得到什么 特别是三五年之前 没有什么一些 什么什么 多少多少 自己盖了房子了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可以理解 一个现象 为什么在1934年之前 红军长城之前 江西在苏区边缘 经常有我们苏区 中心地带的农民 逃到白区 我们几乎看不到 白区的农民 奔向中央苏区 没有 这是没有过的 都是苏区的农民逃出去 如果说苏区的 这个经济上 农民有极大的好处 他就不逃了 大家理解吧 他就不逃了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现象 没有反过来逃的 没有的 第二个 长征初期 也有我们一些 临时军事动员的 像红八军团 红九军团 这是长征前夕 紧急组 组织的军队 基本上是农民 什么工人 郭济师 名字非常扬派 工人 郭济师 全是倒倒地底农民 一到一到 湘江之战的时候 还没到湘江去逃 跑得差不多了 跑没有了 跑得没有了 他没有把自己的命运 跟党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的 所以 这个 土地问题 应该讲 这个 这个真正的解决 是在 47年以后 47年以后 47年之前 抗战期间 也有解决 农民得了很多好处 这真的是得了好处 比中央苏区 是得了好处多 减足减细 它有好处 47年以后的 老去土改 和建国以后的土改 农民真正得到了好处 所以这里提一下 那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1950年到1951年 全国土改的完成 当时宣布 就是取得了 民主革命 反分件的 革命的完成 和胜利 从此 反分件 这个词语 就被固定在 这个问题上 我再说一遍 反分件在50年代以后 不准用的 不准用 反分件已经结束了 中国没有分件的 没有反分件的任务了 所以 由于这个是在 土改过程中 产生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由于摧毁了地主土地 所有制 当然是分件土地 所有制 就认为我们中国 反分件的革命 已经彻底完成 彻底完成 这是一个误区 误区 分件 我们所谓的分件 它应该是 包括中国历史上的 这种落后的 专制的传统 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不仅是 体现在地主阶级 土地所有制 还体现在 专制主义的思想和意识 等等等等 还有行为 而这个不一定就是 土改就 全部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 反分件这个词 以后差不多是一个 是一个特定的 不能乱用的 所以以后一些人 乱用这个词 在57年成为右派 文革中间成为反革命 这个词不能用 以后再度可以用这个词 是在80年代以后 才出现了这个词 所以我这里 再告诉大家 还有这样一个情况 好了 这个图改这一部分 这个大致讲完了 大致讲完了 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 我给你们几分钟提问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或者 不要我一个人讲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我就要讲城市的 好好你讲吧 你问一下 讲高一点 对 在图改 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时在 在跟 就是中共合作的那些高层 他们很多是那种地图 或者那个比较 比较 就是说在那个 就是说 不属于那种 无类建筑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对 他们不是 他们最后对图改 觉得上面 事后有过什么 就是说 或是否有什么影响 或者说 对 他们 他们 就是说他们最后对 对中央的 对中央市 他们在突然 其实事实上 是否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是出来的最后的结果 或者说突然行动 能够稍微温和一点 好的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 你这个问题讲得很好 这个因为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建国初啊 我们是一个新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 我们的政府中间 有大量的民主党派 当时呢 这个同学提的 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 民主人士 他们对图改的意见 是不是 或者他们的意见 会不会使图改的一些 政策执行方面 比较温和起来 是这样吧 那么当然我们 这个这样一个 大规模的 一个震动全级的行动 民主人士 是高度关心的 所谓民主人士 毛主席给他们定性的 他们是民主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 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 和地主阶级 有天生的关系 那些天生的关系 所以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是一家人 民主资产阶级 投面人物 对图改是心惊肉跳 心惊肉跳 我用心惊肉跳 这四个字 我觉得我可以概括 他们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么这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就是黄炎培先生 黄炎培 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吧 黄炎培 黄老先生呢 长期在上海 他对苏南地区的情况 比较接触 有很多苏南的一些地方的 就是一些著名人士 士绅 都跟他有联系 纷纷向他告状 所以他们多次的 委婉的向毛泽东主席 提了一些看法 要求 他首先呢 很委婉地说 是不是中央政策非常好 地方的干部 是不是执行得过好了 黄老先生很会说话 他第一 坚定地表达 支持中央图改政策 图改方针 但是他在这个前提下 他说中央政策非常好 地方会不会执行的偏差了 那么 毛泽东主席呢 为了这件事情 特地的 还给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啊 建国出我们江苏省分成几块 不是马上就叫江苏省的 一块是南京市 一块是苏南区 一块是苏北区 江苏省分成三块 苏南区呢 是整个苏南 管苏南的中心呢 是在今天的无锡市 苏南区的党委书记 就是陈匹显同志 建国以后 长期担任 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匹显 毛泽东亲笔给他写信 要他安排 黄炎培去 到松江去看一看 教育教育他 教育教育他了 所以黄炎培同志去看了以后呢 黄炎培老先生看了以后 当地政府对他有很多招待 也请他去跟一些 土改积极分子见面 也有一些谈话 黄先生呢 比较这个省事多事啊 回到北京以后 向毛主席写信和谈话 表示自己深受教育 还有一个老先生 是当时的一个 著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爱国乔领 司徒美堂先生 是志工党领袖 中国志工党 志工党大家知道吧 志工党 司徒美堂先生是广东人 他非常的这个 对广东的土改感到很不安 他写信给毛主席 他希望毛主席批准他到广东 回去看一看 当然这个毛主席批准他回去的 也同时跟叶剑英等同志打招呼的 其实叶剑英已经在广州 执行的是相对温和的土改政策了 但是你们想当时的司徒美堂 已经快八十岁了 经历过清朝 这个一下子过来的 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新生事物 他真的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他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司徒美堂先生去了以后 为了教育他 在他住的地方 每天安排翻身农民在那儿举行 游行喊口号 打倒地主阶级 最后让他深受教育 回去以后他跟黄先生不一样 他气呼呼的 气呼呼 他当然最后就不说了 大势所去 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作为一般性的 老人家毛主席老人家早就想好了 安排这个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 参加土改工作团 到全国各地 让他们亲身体验 土改的全过程 所以在五零年 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身体不好 留在北京郊区参加以外 都到西南地区参加土改 亲自看到怎么斗地主 很多老先生是吓了一大跳 吓了一大跳 真的吓了一大跳 他们这些老先生最关注的 都是那些所谓人性嫩方面 人性嫩的方面 比如说一个地主老太婆 眼睛瞎了一只 然后被群众打倒在地 然后头发却给揪掉了 然后一个地主女儿 怎么怎么被群众打得乱七八糟了 他们全部记的 写的日记 全记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对他们的刺激震动很大 就是民主人士 如果从阶级处性上讲 又是按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法 他们又是和地主阶级有联系 所以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这当时也是我们一个传统词汇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你是地主资产阶级 你当然同情地主和地主的什么女儿 劳动人民不是这样的 当时还有一句口号 叫做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大家理解吧 所以这个没什么讲的 毛主席早在中央书区 锦刚山创建锦刚山的时候 他就写过一个对面 这当时是我们中央书区 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成立 毛主席送了一副队员 给这个县级苏维埃 好像是这样写的 看昔日 你剥削工农 力伤加力 看今朝 我工农掌权 刀上加刀 这就是革命 什么叫做革命 我们以后大家天天讲革命 你讲这顺口溜了 不知道革命的含义是什么 毛主席的这个 1928年的这个对着 最鲜明 最准确的表达了革命的含义 我再讲一遍 看昔日 你剥削工农 力上加力 力打力 力滚力 看今朝 我工农掌权 刀上加刀 就是这 所以资产阶级 民主人士 民族资产阶级等等 高级知识分子 多数人是聪明的 大势所趋 大势所趋 没有人再和毛主席去叫 为地主去敏冤教区了 他们都表示很正确 很伟大 很好 都是这样子的 好的 其他东西没有吧 那么下面我要讲这个城市了 农村问题解决了 农村现在就高枕无忧了 完全可以高枕无忧 虽然我们知道 西北坡会议 七戒二中全会定下来 党的工作重点到了城市 但是农村这一块太重要 共产党把农村这一块通过土改 清理好了 巩固好了 现在放心的 我们下来搞城市 城市比较复杂 城市复杂不复杂 城市太复杂 为什么说城市复杂呢 因为相比于农村 相比于农村 中国共产党对城市 已经很不了解了 很不了解 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 当然最初我们说 它是工人阶级的先分队 它是在工人阶级基础上 产生的党 它是产生在中国的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 可是27年以后啊 共产党就到农村去了 从此共产党的主体是在农村 主体在农村 共产党的主体中的主体是军队 军队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农民 99.99%的人都是农民 所以从此跟城市比较隔膜 大家理解吧 党在农村 城市呢 他有两段经验 这个经验有两段 第一段经验 27年以前时间太久了 时间太久 当时是国共合作 这个没有自己的一个具体的鲜明的一个在城市斗争的经验 27年之前不算 27年以后 也就是28年到1930年代初期 共产党以上海为中心 有这样一个城市经验 但是这次城市经验基本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知道 1933年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 所谓临时中央 就搬到中央书区去 从此在城市 1935年到1937年 整个上海市 是中共的中心 过去被认为是中心 没有党组织 党组织有一个破坏一个 有一个破坏一个 1935年这一年 共产党中央局 上海中央局 在这一年 两次机关打破坏 有组织的这种活动 从此没有了 不能生存 蒋介石曾经有过 他很流的时期 他最流的时期 就是343 这两年他最流 共产党在城市里 几乎掉不下去 我们知道上海 已经是一个 五龙扎烩的地方 空间多得不得了 上海是空间最大的地区 最好在那儿生存下来的 但是居然就生存不下去了 已经生存不下去 只蹭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 这一百多名共产党员 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主要是文化思想界的共产党员 像周扬啊 像夏衍啊 同学们听过他们的名字吧 周扬夏衍啊 这些同志 他们这些同志呢 是分散着 在报纸上写一些左翼文章 所以35到37年 没有了 那么下一步 怎么样 下一步就是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以后 37年共产党开始在城市里啊 开始再重新建立党的网络 这个重建党的网络 主要是周恩来来做的 周恩来同志做的 因为他当时是中共 租国民党的代表团的团长 所以他通过重庆啊 通过等等 以重庆为中心 重建了南中国的 国民党统治区 包括汪精卫统治区的 中共的地下组织 那么 他们只是 一个侧面的支持 中央的这样一个作用 侧面支持 主要是做的统战工作 和情报工作 而不是做群众工作 为什么不做群众工作呢 群众工作也做 做群众工作 马上可以国民党发现 关键的是 这是我认为的 37年以后的 白区工作的中心的中心 是做情报工作 情报 不再去做 发动工厂罢工 做不做这种工作啊 不做 这种工作毫无意义 一做就给国民党抓起来 反而是做 深入到国民党的 什么大本营里面去 比如说 我们现在知道 有一个女同志 革命老太太 叫沈安娜同志 这个沈安娜同志就是 一直是打在 蒋介石中心的 中央国民党中常委的 苏纪元 苏纪元 周恩来同志就 重心做这种工作 所以党对 城市的情况呢 也比较隔膜 比较隔膜 47年48年以后呢 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活跃起来以后呢 主要是鼓动学生 鼓动学生反讲 反对讲就是 所以我们有光荣的校使 520吧 四几年啊 47还是48 47年 那就是 侧重于反讲 就是这个 比较而言 对城市不舒适 不舒适 对农村 特别舒适 对农村特别舒适 但是城市呢 我们讲呢 它太重要 这重要性不要讲了 它太重要 从正面上讲 它是先进生产力的所在地 先进生产力 第二点 它又是反革命 反动派统治中心 这就是两重性 那么我们看这个 在20世纪的革命的历史上 世界革命历史上 共产党人革命成功 占领城市以后 一般的动作 它们都有个大致的模式 苏联 十月革命以后 当然苏联 不存在一个农村革命 首先解决的是城市问题 第一步就是什么呢 随着革命成功 立即逮捕资产阶级 实行红色恐怖 大量消灭资产阶级 就是这样 所以十月革命叫做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 把资本家的工厂 全部收掉 把那些资本家的商店 全部取缔 把他东西全部拿走 就是剥夺那些资产者 口号也是激动人心的 叫剥夺资产者 剥夺资产者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叫做新民族主义革命 所以当时的国家运转 十月革命以后 怎么运转的呢 怎么运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也是要打倒的 都是工农 吃卫队拿着枪 端着枪 在旁边叫他们工作的 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而且列宁还有一个著名口号 叫做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进行的 革命要流血的 无产阶级专政 流血的革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当年 1918年 1919年 中国人理解十月革命 叫过极派的革命 过极运动 极端的极 过极运动 过极派的革命 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整个的国家经济 全面崩溃 全面崩溃 那么这个过程 整个从1917年十月革命 到1924年 苏联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它中间有几个过程 1917到1921是一个过程 大致稳定 24年全部稳定 时间长不长 很长 很长时间 中间有很多过程 列宁有以后向后退 事情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样呢 就是允许农民进行私有生产 叫新经济政策 1921年 在这之前是什么呢 工龙红军到农村去 把农民的粮食全都拿走 叫他们为革命做贡献 叫鱼粮收集制 名字很火听啊 鱼粮收集制 农民之后没有粮食吃 很多农民就消亡了 自然消亡 没有粮食吃 他被消亡了 就消亡了 列宁非常伟大 要退 后退 1921年 实行新经济政策 允许资本主义的市场 商品 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所以一步到位的 消灭资产阶级 消灭资产阶级的商品 资产阶级 市场经济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是 万恶之源 万恶之源 最万恶的 万恶的万恶是货币 大家理解吧 所以应该取消货币 最极力的革命啊 是取消货币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二十世纪呢 由另外一个国家来完成的 这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这个共产主义革命 今天我们比较客观地讲 它是二十世纪 共产革命中间的最高阶段 最高阶段 第一 他很骄傲的 我看了一些文献 他们这个 这个波尔布特也是一个 大柬埔寨主义者 他既是一个狂热的 共产主义者 又是一个大柬埔寨主义者 他在内部讲话中 他很骄傲地讲 柬埔寨革命的伟大意义 超过了十月革命 超过了中国革命 他们都不敢做 我们做了 什么意思呢 1975年4月17号 柬埔寨人民解放军 解放金边 解放金边的同一天 驱赶将近一百万的金边市民 全部出城 前往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这批人简称 四一七人 四一七人 4月17号解放 四一七人 大批的金边的 城市的军民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再教育 营 营地的营啊 去接受再教育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相信 就是相信劳动使人崇高 中国的中国的这个是最成功 最成功啊 我这是非常客观的讲 就是他很成功 他社会的整个生活没有中断 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 共产党实现了一个改造城市 改造社会的目标 目标是完全实现的 但是避免了大的波动 避免了大的波动 我想 首先 第一个 这时候应该讲毛泽东是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了 中央政策就是他制定 大家同意 当然其他人也参与意见 但是制定政策的是毛泽东 城市全部安抚下来 圆盘安抚下来 人民解放军进城以后 包括北京进城以后 南京啊 我们知道南京被认为是 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的中心啊 罪恶中的罪恶是富士庙 大家知道吗 富士庙 我们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 解放南京以后 没有解决富士庙 富士庙给他保留的 富士庙的那些什么 什么红灯区继续保留 笑什么 安定社会的需要 安定社会的需要 北京也是这样啊 都是保留了好几个月 不是解放军一来的以后 就把那些人抓起来枪毙 没有 在城市特别小心 比农村要小心的多 城市特别小心 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 或者用 就是叫剥笋子 一层层的剥笋子 慢慢剥 而且建国初期 电影院可以放映 美国电影 可以放映美国电影院 一年以后都没有了 永远没有了 再一次有 是八十年代 但是给你保留好几个月 让你大家都不感觉 觉得很正常 一切自然 就是来了个解放军 其他生活造成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那些反革命都不好 反革命都不跑了 都留在这儿了 最后把他们全部枪毙 如果一开始就抓的话 他们就全逃跑了 大家理解吗 就逃跑了 这非常重要 稳住他们 毛主席是策略大师 革命策略大师 但是有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 必须遵守军管会的命令 军管会的命令的其中几条 就是第一个 你要把枪交出来 第二个 不准进行反共宣传 那这是明确的 私营报纸也继续存在 但是都有一条 不准进行反共宣传 必须用新华社的稿子 新华社通稿 它有几个过程 有要求 但是呢 基本保持不变 我们说 它减少了革命 会带来的巨大的波动和破坏 保持了城市 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今天讲到这儿 下次再继续 好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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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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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